第2021章意外发现,秘境入口被发现了,这无疑是宣判了死刑,接下来等待着的,那就是一波波的死亡魔魂的攻击。 只见入口处,一位道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带着一群道知第三部的死亡魔魂,正在朝着秘境入口的方向游荡而来。 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一两只藤的出手的死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引开这些死亡魔魂。 可是,采引开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朝着这里来的死亡魔魂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在秘境入口周围布置的一些拱卫着的秘境,也纷纷被死亡魔魂给发现,然后摧毁掉。 这些秘境入口被摧毁,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再增派兵力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水被劳足也很着急,如果秘境被摧毁,那么他也逃不掉。 他只是一般的道之第四步,可不想立选子于大黄修友那样的变态,甚至连骆驼修友,行律修友之流都相差甚远。 终于,还是有一头道之第三步的死亡魔魂,率先发现了他们的秘境入口。 紧接着,这头道之第三步的死亡魔魂,尖声大叫地通知其他的死亡魔魂。 没过多久,就一群的死亡魔魂围了过来。 开始攻打,轰,整个秘境的虚空,震荡起来,在这个秘境内的修饰,全都一征,杀烟起来。 只见秘境上空,血云滚荡,仿佛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诸位,洗心血力,我们共同运转秘境的能量防御罩,坚持到天子模糊的强者到来。 水被老祖的声音,如同天雷般响荡。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秘境入口被发现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时候。 他们秘境内所有修饰,如果齐心血力,共同运转秘境的阵法,那么秘境的阵势能量防御罩,还能够支撑个好几年。 这好几年,就看天子模糊那边,派不派强者来支援了。 所有人,也知道,此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都不要命了,哪怕修为再低,此刻也都将体内的本源,往阵势里注入,为整个阵势的运转,尽一片绵薄之力。 吼,面对这个秘境入口久攻不下,那头道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很是愤怒。 他亲自降临,他亲自出手,道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出手,滚滚地道知第四部的本源,轰荡而去。 整个秘境入口,更加地震荡,周围的卫装,全都被轰散,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在外面攻打的死亡魔魂,顿时看到了在阵势内的这一大群修士。 这就如同一只老虎在山洞的入口,看见山洞内藏着一群绵羊一样,这分明是丰盛的美味食物啊。 他大吼着,声音闯荡着很远很远,在周围的那二十多头道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在听到这头死亡魔魂的声音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能够进行一种非常隐秘的交流。 那些道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都带着他们麾下的死亡魔魂,朝着这个秘境入口赶来。 轰轰轰,没过多久,整个秘境的正式能量防御罩,就承受着几十万只死亡魔魂的攻击了。 唐明阳到来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出手,他看着周围的地貌,总觉得这地貌有些熟悉。 咦,这是,他愣愣地看着周围,毛子里露出几分疑惑之色。 紧接着,这疑惑之色,就被狂喜所取代了。 这里的地貌,跟雪碟给我的那份他师尊发现法则到果之地的地貌,非常的相似。 唐明阳彻底地放声狂笑,真的还是假的,哈哈,当真是,有心灾花花不开,无心灾流流成印。 他在那因果巨树那里,想要寻找因果法则到果未成。 没想到在这里,却机缘巧合地,碰见了雪碟师尊那份地图资讯记载的地貌。 那雪碟提供的资讯,果然是不全的,他还隐藏着非常的多,唐明阳内心凛然。 如果这里真是雪碟师尊发现因果到果的地方,那么雪碟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这个资讯,就是无上谋戒的资讯。 唐明阳可不信,如果他师尊来过这无上谋戒,会将无上谋戒这么重要的资讯给不说出来。 还有,从昆天山界那里进入无上谋戒,都是随机传送进来的。 雪碟或许早就知道了这点,所以,他并不怕量准大人等人的限制。 甚至,他在利用量准大人等人,帮他找到无上谋戒。 因为他知道,进来无上谋戒的瞬间,大家都会被分离的,他也就自由了。 悠悠,小悠感受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他顿时勃然大怒。 他大声嚷嚷着,他说雪碟那个家伙,他小悠早就看不顺眼了。 这个女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下次再遇到,唐明阳老大一定要将他给斩杀掉。 真是气死他小悠了,好了,不要生气了,每个人都有秘密,至少雪碟有一点没有骗我,那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颗因果法则倒果。 唐明阳笑了起来,他默默小悠的火焰小脑袋,同时在小滴的血滴小脑袋上,弹了一下。 施意这个小家伙,可不许学着小悠的样子大声嚷嚷。 滴滴,小脑袋挨弹了一下,这个小家伙被弹飞后,立刻飞了回来,娇娇大叫,开始卖萌讨好起来。 最好的谎言,那就是九分真一分价,否则,假的太多,就会穿帮,所以,血跌的话,大部分都是真的,只是他用这些真话,掩盖住了他最后的目的。 他到底有何目的? 还有,这里是无上谋戒,当年他师尊进来这里后,又是怎么离开的呢? 想到这里,唐明阳的眼眸彻底地亮了起来。 从规则上讲,只有找到了阴阳两块天道风谋令,才能够离开这无上谋戒。 但是,立玄清剑也告诉过唐明阳,或许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离开。 至少,血跌的师尊,当年就成功离开过。 这段时间,对于怎么离开无上谋戒的问题,唐明阳的内心,总觉得他忽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至于这条重要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他明白了,这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血跌,第2022章救命稻草。 没错,血跌敢进来这里,而且设计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说明他定然知道如何离开这里的。 哈哈哈哈,唐明阳仿佛波云见日斑,将一些困在他心头的疑惑,都理顺了许多。 悠悠,小悠可是急性子,他大声嚷嚷着,他说,唐明阳老大快点下去,寻找那颗因果法则倒果吧。 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完成任务吧,这里的秘境已经被发现了。 唐明阳笑着说道,反正秘境入口在这里,也跑不了,更不急于一时,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好像这颗英国法则倒果已经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好像血跌的下落,他大致已经猜到了在哪里了。 他拿出了领任务的时候,天子模糊任务店交给他的一块联络权杖。 他用这块联络权,沟通里面的水被修有。 水被修有,在下阳明堂,特此来支援你们镇守这个秘境。 唐明阳礼貌的传音过去,他看得出,虽然外面有成千上万的死亡魔魂在攻击这个秘境, 但是,这个秘境也是经过不知多少万年的布置,防御力非常的强大,又有这么多的修饰共同的运转。 在如此多的死亡魔魂攻击下,坚持几年没问题。 除非是遇到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的攻击。 杨明堂修有,你,你终于来了,你在哪里? 水被修有听到了唐明阳的传音,就由于听到了一线生还的希望。 我在秘境之外,我看到你的秘境,正在被许多的死亡魔魂攻打。 唐明阳说道,这些死亡魔魂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的就能够解决。 不过,这里毕竟是水被修有的地盘,他动手之前,还是要跟水被修有打一声招呼的。 然而,在水被修有的眼中,唐明阳不过是一个小圣主而已。 能够有多少的战斗力,杨明堂修有,老夫有一个忙,还请杨明堂修有,务必要帮。 水被修有的声音,带着几分的哀求。 不,不知道是什么忙,唐明阳问道,杨明堂修有,你手上的信物,能够联络天子模糊的任务执行店, 还请你将这里的状况,如实地上报。还请天子模糊派强者来支援,我这里的秘境防御力,还能够坚持几年。 如果天子模糊立刻派强者来,我这里并能够坚持得到哪些强者赶来的。 水被修有传音说道,在他看来,唐明阳的真正作用,才是这个。 呃,水被修有,我想不用这么麻烦了。我就是天子模糊派来支援你的人啊。 唐明阳愣了愣,他回答说道,原来这水被修有是不相信他的实力啊。 也是,普通的圣主,哪里有什么本事,能够越级跟一般的道之第一步来战斗,都算厉害的了。 像唐明阳这样的,也属于异类,修有,你可不要冲动,若是你被死亡魔魂给发现, 只怕,水被修有赶紧制止唐明阳。 他担心唐明阳的安危,那是他担心唐明阳死后,这最后的传信人物,也没有了。 无妨,好了,我来帮你清除这些死亡魔魂。 唐明阳也懒得再说什么了,实力,乃是证明一切的最好办法。 杨明唐修有,你万万不可出手啊,你若是暴露了,水被修有在蜜镜内,大声地喊道。 他想要制止唐明阳的冲动,但是,唐明阳那边,已经停止跟他传音交流了。 在这方面,唐明阳的权杖,有直接跟他交流的权利,而他设置的祭坛,却没有直接联络唐明阳的权利。 同理,他的祭坛,能够向天子魔狐直接发送求救信号,却无法直接跟天子魔狐的任务殿的人进行交流,可是唐明阳手中的权杖却可以。 这也是他要求唐明阳的原因,而因为整个秘境都被死亡魔魂给封锁包围,他就算是想要出去找唐明阳,那也冲不出去。 因为,这一冲出去,那就是死,混蛋,混蛋,小小圣主,不知天高地厚,你自己想要死,可是别让我们整个秘境的生灵来陪葬啊。 联络不上唐明阳,水被修有怒声大骂起来,真是气死他了,在他看来,唐明阳可是他最后的救命草了。 可是,现在唐明阳却不鸟塌了,师尊,怎么了,在水被修有身边的几位徒儿,揭示道之第三步。 他们看到水被修有突然如此的勃然大怒,其中一位,出声询问,对于自己的几个徒儿,水被修有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将唐明阳道来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他说道,不行,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坐以待毙,那个小子想要自寻死路,我们可不能,里门几个,组织一拨人手,将死亡魔魂给引开出一条通道。 然后,我带一队人马,冲出去,我要找到那个小子,然后夺取他手中的权杖,我来主动联络天子模糊的人,生死关头,水被修有也顾不得什么了。 是,这个几个徒儿,也都点头领命,他们知道,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后一丝希望了。 若是死了,死在了灭世摩羯这里,那是连轮回的权力都没有了。 水被老祖的本尊将领,带着一队人马,一副风潇潇吸一水寒,壮士一去西不覆海的姿态。 所有人都知道,这回跟着水被老祖杀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留在这里也是坐以待毙。 而且,如果冲出去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一线生机呢。 引开这个区域的死亡魔魂,水被老祖乘胜的下令,周围的人正向着要运转阵势,然而,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急声来报。 老祖,外面攻打我们秘境的死亡魔魂,好像少,少了很多了。 少了,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 水被老祖一听,愣住了,其他人,也都反应不过来,就好比敌军兵临城下,他们这些死士准备慷慨复役,可就在这时候,却有人来报,敌军投降了一样。 这样的消息,无异于地狱到天堂,不不,我,我亲自去看看,水被老祖立刻反应过来,第2023章被掩盖住的入口。 水被老祖的内心,此刻非常的震撼,他隐约有一种猜测,他带着这种猜测,亲自掌控阵势,探查外面的情况。 这一探查,他彻底傻眼了,只见,在秘境入口外面,突然多出了上万道黑色的剑气。 这种剑气,带着浓郁的魔袭,每一道剑气,都给他一种窒息的威能。 感应之,他内心有一种死亡的绝望,仿佛在这里的每一道剑气之下,他无法承受着剑气的一击。 在秘境入口外的死亡魔魂,哪怕是导致第四部的死亡魔魂,在这魔袭剑气的展向下,都瞬间被秒杀掉。 没过多久,秘境入口外的死亡魔魂,就瞬间泯灭了一大片。 这,到底是什么剑气啊? 水被修有傻眼了,在他的傻眼之下,在秘境内所有修饰的木凳口袋之下,只见那些围攻上来的死亡魔魂,悉数泯灭掉。 整个秘境入口的周围,清静了下来,原本绝望的一副局面,此刻整片区域,哪里还有几只死亡魔魂。 不知,不知哪位前辈出手,水被参加前辈,谢谢前辈出手救命之恩,水被修有可不敢怠慢,他的本尊亲自降临到秘境入口之外,恭恭敬敬的行礼。 水被修有,无须客气,帮你镇守这里,乃是我的考核任务,也就是我的分内知识。 唐明阳显出身形,站在水被修有的面前。 他看着这个水被修有,一身的道袍,看上去也有些先锋道鼓的模样。 刚刚那件戏,是,是你所使出来的。 看到唐明阳现身,水被修有有些傻眼了。 他有些不幸,虽然,在这之前,他内心也有几分的猜测,毕竟唐明阳一个小圣主,如何能够从天子模糊来到这里。 但是,在他想来,这定然是唐明阳的身边,有着什么厉害的强者,在暗中护卫着。 正是在下,唐明阳点头,多谢修有救命之恩,水被修有再次道谢。 他还是有些不幸,不过他很聪明,并没有在刨根问底。 在他看来,定然是唐明阳背后有位厉害的强者,在帮唐明阳完成天子模糊的考核。 毕竟,天子模糊的考核,乃是禁止有人去帮忙的。 但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 面对这样的事情,水被修有才不会傻傻地去揭穿呢? 修有,请进去一续,水被修有反应过来,赶紧将唐明阳请入静谜镜里。 好,唐明阳点点头,至于这水被修有内心的什么想法, 他才懒得去理会呢? 进入道秘境里,水被修有将唐明阳请入到他的洞府。 两人相谈甚欢,而水被修有也不敢因为唐明阳的境界低就轻视, 而是以同辈相交,甚至,他言语之中,还颇有几分巴结。 外面的蔑视摩结,还不知道要持续多少万年呢? 有唐明阳这位主在这里坐镇,至少在这位主坐镇的三千年里,他这里都是安全的。 不知水被修有这个区域,可有什么以抚觅洞之类的神秘之地? 相聊甚欢后,唐明阳直接切入主题的问道, 这里如果有因果法则道果,那么这水被修有或许知道一二。 当然了,在唐明阳看来,当年的血跌师尊无法取得到, 那么这水被修有的实力,当然而已取不到了。 呃,修有,我虽然在这里建立秘境洞府上一年, 但是,这里还是属于天子魔湖的地盘, 若是这里有什么以抚觅洞之类的宝地, 那么天子魔湖那边,定然也会知道。 并且,早就派人来接管这里了, 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连天子魔湖都没有资格进入的人? 水被修有苦笑说道, 同时,他也在暗中揣摩唐明阳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小圣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是不是,这句话里,有别的含义? 是不是,要他献上一些宝物孝敬孝敬? 说的也是,唐明阳将这个话题给巧妙地带过。 他想了想,这个水被修有说的也有道理。 天子魔湖里,也有大量的法则修饰, 这个地方的法则道果,若是这么容易被发现, 只怕早就被天子魔湖里的人给拿去了。 而丽玄紫玉,丽玄清剑姐妹,也不用如此冒险地去其他地方去寻找法则道果了。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可能,其中,唐明阳最不愿意的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则道果,这完全是血跌的谎言。 不过,这血跌敢以道新发誓来说出那一番话, 唐明阳相信,这个地方十有八九是藏有一颗法则道果的。 如果这地方真的藏有一颗法则道果, 而在天子魔湖的眼皮底下不被发现的话, 那么,不知怎么的,唐明阳的脑子里,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 是啊,这可能麻,天子魔湖眼皮底下, 家门口就有一颗法则道果,而不被天子魔湖发现。 那么这颗因果法则道果,会是简单的麻。 还有,当年的血跌师尊发现这颗法则道果时候, 直接就退出去,并没有去取。 这其中,真的想血跌情报里所描述的那么简单麻。 一时之间,唐明阳的内心,闪过很多想法。 无论他的每一种想法,越是深究细想, 其背后似乎就隐藏着复杂的秘密。 有些秘密,可能会要惹命的, 唐明阳心不在焉地在跟水被修有在聊着。 他几次试探,这水被修有真的不知道, 就在他的洞斧地盘里,就隐藏着一颗因果法则道果。 唐明阳也没有贸然去寻找, 在他看来,这个因果法则道果, 定然是被厉害的东西给掩盖了, 需要特殊的方式才能够打开。 唐明阳在水被修有的洞斧里,待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他尽心地参悟, 在这因果星空修行图的帮助下, 唐明阳的因果法则进步很快。 死亡魔魂仿佛永远都杀不干净, 在这十年里,又有其他的死亡魔魂进来到这片区域。 唐明阳也并没有急于出手去清理, 水被修有也不敢打扰唐明阳, 也不敢让唐明阳出手。 渐渐地, 在这片区域的死亡魔魂, 渐渐地又多了起来。 唐明阳找了个借口, 离开这的秘境, 开始到外面进行查探。 第2024张因果图的感应, 澄清说明纠正一件事情, 血跌是关于时间到果的线索, 天灵道祖是关于因果到果的线索。 多谢书友们提醒, 是我把这两个人物给弄混了, 在此说明纠正一下。 右瓜号惊叹号, 唐明阳来到水被修有的洞府, 他对着水被修有说道, 水被修有, 近来在外面活动的死亡魔魂见多, 我出去清理一番。 有劳阳名唐修有了, 水被修有说道, 他求之不得呢, 他也并非是傻子, 唐明阳只要能够帮他镇守这里, 清除这里的死亡魔魂, 这对于他来说, 就是大大的好事。 至于其他的事情嘛, 他一概不管, 他也不想多管唐明阳的闲事情。 唐明阳跟水被修有打过一声招呼后, 他就离开了水被修有的秘境。 他来到外面的地底, 英国本源弥漫这里, 在抵挡着天空入侵而下的死亡魔器。 唐明阳开始根据天灵道祖留给他的资讯情报, 慢慢地搜寻。 唐明阳先飞到地上去, 在地上, 他重新查探了一番地貌。 在这里, 这个湖泊, 当年的天灵道祖的师尊, 他最后就是从这个湖泊进入的。 在这座湖泊的周围, 游荡着好几头道之地三步的死亡魔魂, 唐明阳都出手干净利落地清理掉。 他查探一番周围, 并没有发现有人在监视。 唐明阳犹豫了一番, 他还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我们走吧。 唐明阳没有犹豫, 他朝着这个湖泊飞了下去, 刚刚飞进去的时候, 唐明阳发现这个湖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湖水也很一般, 这里根本就不像有被人布置过的痕迹。 奇怪了, 天灵道祖给我的资讯, 他师尊当年就是从这个湖泊, 进入到英国法则道国的秘境的。 唐明阳用盛念细细地探查整个湖泊。 这个湖泊并不大, 他展察不到的功夫, 就可以细细地探查一遍。 然而, 这细细探查之下, 并没有任何一丝的发现。 如果这么容易就被发现, 那么他也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存在这么久了。 想到这里, 唐明阳变得更加的耐心了, 如果那个入口真的用大神通所掩盖, 那么正常的悼念探查, 根本就不可能被发现的。 抱着这个想法, 唐明阳一寸一寸的水域, 开始地毯式的探查。 这个湖泊水域, 他也被死亡魔器所入侵了, 里面没有什么鱼类, 唐明阳搜查了两个时辰, 这时候, 他还是没有什么收获, 难道,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倒果, 这一切, 都是天灵盗族所编造的谎言。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生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内心已经有些放弃了, 因为, 他快把整个湖泊都给翻找了一遍,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境的痕迹麻, 他就查将整个湖泊都移为平地, 然后将这里的虚空都炼化一遍了。 那就炼化这里的虚空看看吧, 唐明阳目光一领, 他还真决定炼化这里的虚空, 这是最直接暴力的办法。 悠悠, 小悠感应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让他小悠放把火来炼化。 对于搞破坏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最感兴趣了。 然而, 也就在这时候, 唐明阳是海里的一样东西, 突然有了一丝的感应。 一丝微弱的感应, 咦, 唐明阳有些意外, 在他的是海里, 这一回起感应的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他得到的那两张因果修行图。 这因果修行图有感应了, 唐明阳盛念一动, 那两张因果星空修行图, 出现在他的掌心里。 一团血色的星云, 静静地漂浮在唐明阳的掌心, 就好像是遥远的环宇星空之中的一朵星云。 看上去, 这朵血色的因果星云,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是唐明阳认主的缘故, 他能够通过这两张因果星空修行图, 感受到湖泊底下的一条暗河, 正是引起这两张因果星空修行图, 其感应的来源。 去看看, 唐明阳还没有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 这说明这个湖泊, 并非是像他所想的那样, 一点而变化都没有。 他的圣念往那条暗河探查而去, 发现那条暗河里, 什么都没有。 整个湖泊, 有着千千万万条大大小小的暗河, 而这一条暗河, 乃是这千千万万条暗河里, 很普通, 很寻常, 很不起眼的一条。 这里若是真有因果法则倒果, 难道还跟这因果星空修行图有关系? 唐明阳心里突然产生这样的一种好奇, 他来到了这一条暗河里, 他还是发现不了这条暗河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到底无法发现这条暗河 为什么会引发它是海里的两张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 可以说, 如果不是是海里的两张因果星空修行图起了感应, 唐明阳就算是身处在这条暗河里, 也无法发现这里的一切。 是这一边, 唐明阳开始顺着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 开始远着这条暗河的逆流方向而去。 暗流, 来自湖泊的地底, 乃是坚硬的岩石层, 里面有无数条暗河冲刷, 形成了一条条犹如迷宫般的河道。 四通八达, 不知道通往哪里, 唐明阳根据这条暗流的流向, 逆流进入一个岩石河道。 进入洞口, 唐明阳的圣念四处探查, 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周围的黑暗, 根本无法抵挡他的视线。 小幽也从唐明阳的耳朵里, 露出半个小脑袋, 偷偷地看着周围的景物。 河道四通八达里, 唐明阳只根据因果星空修行图所感应的方向来走。 不知不觉中, 他发现这条河道, 乃是从更深的地底流出来的。 继续逆流而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丝的光亮, 小心戒备, 唐明阳对着视海里的三个小家伙吩咐, 让这三个小家伙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防备。 他犹豫了一下, 继续往前走, 他的圣念往前方出现那一丝光亮的地方探查, 他发现前方一片的空白和虚无, 也就是说, 他的圣念根本就无法进行探查的。 若非眼睛看到了, 根本就发现不了, 飞进了, 唐明阳发现, 那一丝光亮的地方, 乃是一片光幕。 这片光幕, 像是一个入口, 一个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 就是这里嘛, 唐明阳站在这的光幕入口的前面, 开始沉吟和犹豫了。 因为在这一刻, 他内心无法抑制地, 产生一种危险。 第2025张草原, 沙漠, 危险, 极度的危险, 还没有踏入这个光幕入口, 唐明阳的内心就无法抑制地产生了危险。 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这时候, 一个疑问, 再度浮现在唐明阳的心里。 这处地方, 在这里藏得如此的隐秘, 若非是唐明阳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产生了感应, 他还无法发现这里。 那么, 当年的天灵道祖的师尊, 到底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呢? 唐明阳可不信什么机缘巧合之类的, 再有, 这里离天子模糊如此之近, 这里面的世界跟天子模糊, 到底有没有关系? 最后, 里面真的只是单纯地葬着一颗因果法则倒果, 而没有其他的东西麻。 悠悠, 感应到唐明阳老大内心如此之多的疑惑,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可不怕, 若不这样, 唐明阳老大先让他小悠派一个小悠分身进去查探一番好了。 滴滴, 见到小悠老大在大声嚷嚷, 一旁趴在小悠的火焰小脑袋上的小滴, 也飞过来开始娇娇大叫起来。 他吵着他小滴也要派分身进去看看。 这里隔绝因果, 派分身进去, 只怕立刻会跟我们的本尊失去联络, 也无法及时地传递资讯出来。 唐明阳说道, 他安抚了这两个冲动的小家伙, 悠悠, 小悠问, 那还进不进去, 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 若是不进去看看, 只怕我不会甘心, 这也不是我的风格。 唐明阳说道, 他想着, 当年的天灵盗祖师尊进去后, 能够安全地出来, 那么他进去看看,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想到此, 他激发了那龟甲碎片, 一层龟甲能量防御照将他的身体保护住, 他还让小悠激发魔瓶, 魔习剑气融入进他的星辰法相里。 这是唐明阳如今所能够施展出来的最大的防御手段和攻击手段了。 做好了这一切后, 唐明阳深呼一口气, 朝着面前的光幕入口, 踏了进去。 整个光幕入口, 乃是英国本源法则按照某种唐明阳无法理解的奥义来进行凝聚的。 踏入进去, 仿佛踏入了两外一个世界, 唐明阳回过神来时, 他发现, 他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梯前。 在阶梯的背后, 乃是他进来时候的那片光幕。 在阶梯的两边, 乃是血色云雾萦绕的深渊。 阶梯通往云端的更深处, 似乎乃是悬空而漂浮着的。 唐明阳的盛念在这里, 只能够探查百来迷远。 整个阶梯看起来很古老, 散发出岁月腐朽的气息。 唐明阳警惕地看着周围, 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后, 他放开了胆子, 开始朝着阶梯往前走。 踏一步, 周围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唐明阳内心总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就仿佛走在了一个吊桥上, 给他一种摇晃起来的错觉。 唐明阳心里竖了一下, 整个阶梯, 一共有十万八千步。 踏上了最后一步, 唐明阳以为前面会出现祭坛或者宫殿之类的场景, 谁知道, 在他面前的, 乃是一片草原。 没错, 就是一片草原, 仿佛, 这个古老的阶梯, 它仿佛就是一个桥梁, 连接着唐明阳先前所进入的那个暗流湖泊入口和这片草原的世界。 唐明阳内心升起了那种无法抑制的危险, 在他看到这片草原的时候, 慢慢地开始变得浓郁起来。 做好战斗准备, 唐明阳对着试海里那三个小家伙说道, 虽然天灵道祖提供的情报里, 并没有说他师尊在这里到底有没有遇到危险, 但是, 很显然的, 唐明阳已经对天灵道祖的话产生了怀疑, 他还是踏上了草原, 他感觉, 他探尽了一个有些虚幻的世界, 有微风吹来, 他能够闻得到青草的气味, 可是唐明阳早就摒弃了五感, 又怎么可能闻得到风里的气味? 草不算太高, 淹没到了膝盖, 天灵道祖提供的资讯, 到了这里, 就没有了。 所以, 来到这片草原后, 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 唐明阳心里也没有底。 举目望去, 青草连接到天际的尽头, 无边无际地延伸着。 不过, 唐明阳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 在这里的感应, 越来越强烈了。 往这边走, 既然没有路线, 那么唐明阳就往因果星空修行图感应强烈的地方走吧。 因果星空修行图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物? 唐明阳对此也非常的好奇, 或许在这里, 他能够找得到有关这件宝物的一些渊源, 那也说不准啊。 在这草原里, 唐明阳飞行了两天。 以唐明阳的速度都能够飞行两天, 可见这个草原到底有多大了。 在前往, 草开始变得洗漱起来, 吹过来的风, 开始变得干燥了。 干燥里, 带着一种难闻的热气, 被这股风吹着, 唐明阳觉得他的喉咙开始有些口渴起来。 当然了, 唐明阳这样的境界, 根本不会口渴, 这种口渴的感觉, 完全是一种心灵上的错觉。 也就是说, 这吹过来的风, 带着一种能够影响着唐明阳心灵感应的错觉。 唐明阳更加的警惕, 在飞行一个多时辰, 在天际的尽头, 星色开始逐渐地退去, 转而出现的, 乃是一片金黄。 那是沙漠, 风沙漫天, 那风里的干燥气味, 那是因为从沙漠里吹拂而来的。 穿过这片草原,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危险, 不过, 唐明阳的内心, 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而天际尽头的那片沙漠, 给唐明阳更加危险的感觉。 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 那感应的方向, 来自于沙漠的更深处。 唐明阳犹豫了一会儿, 其实走到了这里, 他根本就没有了选择, 现在放弃不走, 他的内心很不甘, 他只能够继续朝前走去, 可, 这里真的会有因果法则倒果吗? 有法则倒果的地方, 都危险重重, 可是这一路走来, 唐明阳内心是感受到了危险, 然而, 却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的危险。 当然了, 他还没有见到因果法则倒果, 终于, 唐明阳飞到了草原的边缘, 然后踏入到了沙漠里, 一阵风吹来, 卷起漫天的黄沙, 天空的太阳, 在这里, 都变得更大了些。 第2026章埋葬下的骨骸, 唐明阳在沙漠里飞行, 这一路, 还是很平静, 除了狂风卷着风沙的狂吹, 唐明阳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吵着要出去耍耍, 这当然被唐明阳给拒绝了, 在沙漠里, 又飞行了好几天, 天气, 越来越热了, 当然了, 这种热, 并非来自肉体的直观感受, 而是来自己心灵。 唐明阳的肉体, 早就水火不清了, 可是身处于这片沙漠, 心灵仿佛直接承受着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 让唐明阳的内心, 越发的不安和烦躁, 若非是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 正在指引着一个方向, 而且越来越强烈, 唐明阳早就放弃了, 滴滴, 这时候, 小滴突然娇娇大叫起来, 他说他小滴有了发现, 哦, 你有什么发现? 唐明阳问道, 他虽然不允许这三个小家伙离开他的市海里, 可是这三个小家伙还是悄悄地用他们的念头, 浮探出去的, 滴滴, 小家伙飞到唐明阳老大的面前, 他卖蒙一番, 他说唐明阳老大先奖励他小滴一番, 然后他小滴才告诉唐明阳老大, 好好好, 这回总该可以说了吧, 唐明阳摸了摸这小家伙的血滴小脑袋, 滴滴, 小家伙得到了表扬, 他很是兴奋, 他娇娇大叫着, 他指了一个方向, 他说在那里面, 好像有东西, 小滴所指的方向就在唐明阳刚刚飞过的路线里, 唐明阳的圣念往小滴所指的方向浮探过去, 并没有发现什么, 在这里, 他的圣念也浮探不愿, 他只好飞下去, 踏入沙漠, 就是这个地方吧, 唐明阳说着, 他圣念一动, 施展了一个竖法, 周围的沙子, 开始往两边滑开, 在沙子的掩埋杵, 一具骨骸, 缓缓地浮现出来, 唐明阳目光一鸣, 这是一具修饰的骨骸, 骨骸内的本源还有一丝的残留, 从细细来看, 应该是一味道之第三步的修饰, 果然有修饰到过这里, 唐明阳内心的危险, 就仿佛被点燃了一样, 这一路上, 他内心的感应, 乃是危险而平静, 原来这平静里, 竟然掩盖着如此多的未知和死亡, 这沙漠里, 埋藏着一具道之第三步修饰的骨骸, 是否他走过的草原, 沙漠, 也都在未知的地底, 掩埋着更多的骨骸呢, 这些修饰, 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他们, 又是怎么死的, 滴滴, 小滴娇娇大叫, 他可没有像唐明阳考虑的这么多, 他说他小滴这么厉害, 这回唐明阳老大总该可以放他小滴出去玩耍玩耍吧, 他小滴可是能够帮唐明阳老大很大忙的, 唐明阳回过神来, 他心里想了想, 在这鬼地方, 他的盛念探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几乎不可能在这里发挥作用, 可是这三个小家伙则不同, 他们天赋异禀, 而且各有不凡, 对于一些东西的感应远在于唐明阳之上, 放他们出来, 或许能够发现很多他无法发现的东西呢, 好吧, 你们三个小家伙, 可以派分身出去玩耍, 但是有什么发现, 需要立刻向我回报, 而且分身活动的范围, 不能够超出你们本尊所感应的范围, 唐明阳对着这三个小家伙说道, 这三个小家伙一听, 顿时无比的兴奋起来, 唐明阳看着这具被掩埋在沙漠里的道之第三步的骨骸, 这修士不是人类修士, 这应该是无上魔戒里的妖兽化形修士, 至于这个修士到底死亡多少时间, 唐明阳无法具体推算, 他查找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这个修士的死因, 在沙漠里翻找了一番, 唐明阳找到了这个修士的储物戒指, 炼化了这个储物戒指, 唐明阳从里面, 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 在里面的一些物品, 唐明阳如今的眼光和实力, 也都看不上和用不上, 不过, 他还是将这个储物戒指给封印着, 放在他的储物戒指身处, 我们走吧, 唐明阳将这具骨骸, 重新地埋在沙子里, 他对着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三个小家伙说道, 他继续上路, 这一路上, 果然非常的不平静, 甚至, 让唐明阳觉得这沙漠的惊悚和可怕, 小滴这个小家伙, 也不知道有什么古怪的天赋或者灵感, 他将唐明阳所路过的沙漠下掩埋的尸骸, 凡是他能够感应得到的, 全都找出来, 这些尸骸, 强者, 有道之第四步的修士, 弱的, 圣主级别都有, 有的尸骸, 本源浓郁依旧, 有的尸骸, 早就本源流失殆尽, 只剩下一碰就碎的骨灰, 这些尸骸, 给唐明阳的内心, 敲醒了无比强烈的警钟, 继续走, 唐明阳并没有选择停留下, 又在这沙漠里, 飞行了几天, 这一天, 唐明阳的目光一宁, 极目远望, 只见天际的尽头, 燃烧了起来, 没错, 就是燃烧, 那里在烧起熊熊的烈火, 仿佛天地在那里, 都被点燃了, 飞进了些, 沙漠的边缘, 开始出现延绵的山脉, 可是, 这些山脉, 都在火焰里燃烧着, 金色的火焰, 这些火焰, 都散发出因果法则的气息, 乃是因果之火, 小悠趴在唐明阳的脑袋上, 内心很是不安分地等待着唐明阳老大的命令, 小低时而围绕着小悠打转, 时而跑去跟小翘嬉闹, 时而又跑来跟唐明阳来撒娇, 小翘倒是最听话的一个, 唐明阳的盛念, 融入到因果星空修行图里, 他发现, 这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指引, 还是需要他继续前进, 我们继续走, 唐明阳这回下决定, 干脆利落很多, 他看着前方的金色火海, 他内心有一种感觉, 或许, 若是真有因果法则倒果, 那么这颗因果法则倒果, 就在这火海里了, 走到了沙漠的边缘, 唐明阳尝试着用本源法力触碰一下里面燃烧的金色火焰, 他发现这金色火焰仿佛虚幻般, 又仿佛跟他所处的世界乃是平行的, 根本就没有跟他激发的本源法力相触碰, 唐明阳大胆地飞进去, 这里的金色火焰果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一丝伤害, 这就有些跟他刚刚进入这无上魔戒时的场景, 有些类似, 互相平行, 互不干涉, 第2027章无名粉包, 金色火焰, 燃烧着因果本源, 在这里, 小迪的感知也被影响了, 他并没有在这里, 再感应出任何的骨骸, 唐明阳也没有什么发现, 延绵的山脉, 在火焰里, 光秃秃的, 一丝的植被都没有, 唐明阳在这里飞行, 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朝着是海里因果星空修行图所感应的方位而去, 飞行了一天多, 咦, 唐明阳急目远眺, 突然发现天际尽头, 有一座直插云霄的山峰, 山峰不知道有多高, 如同一根天柱般, 从大地到天空, 仿佛是他将天和地都给撑开了的, 远远地看着, 还不知道有多远, 可是唐明阳内心有一种预感, 那就是因果星空修行图所感应的来源之地, 可能就在那座天柱般的山峰里, 而那因果法则道果, 很有可能也在里面, 远远地看着, 就像是站在地上的人仰望着太阳那样, 真正的想要飞到那里, 却还要飞很远的距离, 唐明阳飞了小半个月, 才算是飞到这座天柱般的山峰面前, 飞近了, 这座山峰更巨大, 它如同一个小世界般, 哪怕以唐明阳的速度, 要绕着山峰飞行一圈, 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在峰顶, 那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方向, 正是在这座飓风的峰顶,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 唐明阳也不可能放弃, 山峰实在是太高了, 他花了一天的时间, 这才到了山顶, 整座山峰的山顶, 被人用大神通给萧萍, 在山顶处, 并没有着金色的英国火焰燃烧, 就仿佛, 它是矗立于金色火海之上的一座山峰, 一轮雪日, 高悬于山顶之上, 唐明阳抬头看上去, 犹如一只荒谷的独眼血魔, 睁开着血眼, 冷冷地俯瞰着这峰顶, 峰顶, 乃是一片看不到头的平原, 刚刚没过脚跟的青草, 扁缀着很多唐明阳叫不出名字的花朵, 血色妖异的花朵, 花心处, 有几分像是人脸, 细细看去, 每一朵花心的人脸表情, 各不相同, 喜怒哀乐都有, 尽显人生百态, 唐明阳看着这些人脸状的花朵, 只觉得心里发毛的, 他看过去时候, 这些人脸花朵好像也用眼睛在看着他, 悠悠, 小悠感应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这个小家伙天不怕地不怕,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这些花朵讨厌死了, 让他小悠一把火将这里给烧掉, 不可, 唐明阳赶紧制止了这个冲动的小家伙, 并且在他的火焰小脑袋上敲了一剂, 示意他不可乱来, 原本跟着调皮的小迪, 见到小悠老大挨了教训, 这个滑头的小家伙, 赶紧飞到唐明阳鼻子上, 不停地撒娇卖萌, 表示他小迪可是跟小悠老大不是一伙的, 整座山峰, 唐明阳绕一圈要飞好几天, 所以, 封顶的这个草原, 也非常的大, 唐明阳犹豫再三, 他还是踏了上去, 让他很意外, 在封顶上的青草和人脸花, 跟那些金色的因果火焰差不多, 都是跟他处于平行互不相干的空间, 他能够看得到, 却触摸不到, 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 乃是来自这封顶草原的中央, 唐明阳飞过去, 他这回飞行了一天多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草原的中央, 在草原的中央, 有着一个坟包, 没错, 就是一个坟包, 一个小小的坟包, 这些青草, 花朵, 在这坟包的方圆千米内, 就停止了生长, 仿佛这坟包的周围, 乃是一块禁地, 在这方圆千米的禁地里, 倒下了上千具骨骸, 这些尸体只剩下了骨架, 它们的骨架外面, 穿着衣服, 从这些骨架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修为最低的, 都是道之第四步, 道之第五步有上百句, 甚至还有一句道之第六步的尸体, 没错, 道之第六步, 唐明阳目光一领, 他倒吸一口凉气, 道之第六步啊, 传说之中的道之第六步啊, 这样的无上存在, 竟然有一位死在了这里, 要知道, 整个天子模糊, 之所以在无上魔界里地位超然, 正因为掌控着各天子模糊的天子老人, 乃是一位道之第六步的存在, 这, 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但是看着这些场景, 唐明阳就已经被喝住了, 这个高不足一米的矮矮坟包, 看上去一点儿气势也没有, 在这坟包里面, 不知道埋葬的是何方的存在, 唐明阳发现, 这个坟包的面前, 立着一块坟碑, 一块不足半米的坟碑, 静静地矗立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奇特, 甚至没有一点儿灵气散发出来, 就如同, 在凡俗的荒郊野外, 来了一位不知姓名的谁, 哪怕是再穷的人, 都会给死去的亲人立一块有名字的墓碑, 可是这个坟包的坟碑, 却没有任何一个字, 他看上去, 比世俗的贫苦百姓, 更加的不如, 他的死去, 仿佛非常的廉价, 可是, 那位道之第六部的存在, 他的尸体, 就这样静静地跪在这块无名坟碑面前, 在这坟包的上千具骨骸, 他们歪歪斜斜地躺着, 仿佛连向着无名坟碑下跪的权力都没有, 唐明阳隐约看出些什么, 似乎在这里躺着的这些骨骸, 他们跟着跪在无名坟碑面前的那巨道之第六部的尸体, 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没有能够靠近坟包的方圆百米, 他们身上的衣服穿着, 气息, 也千奇百怪, 各不相同, 难道, 这些倒下的骨骸, 都是想我这样, 无意之中来到这里, 然后擅自踏入进去, 最后死在里面的,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唐明阳的念头里生起, 再也无法挥去, 从此在里面生根发芽, 唐明阳本想迈开脚步踏进去的, 可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赶紧收回了脚步, 他浑身的每一个毛孔, 在这个瞬间, 全都情不自禁地打开, 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亡寒气, 涌进他的体内, 充斥他的全身, 悠悠, 小悠感受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他自告奋勇,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让他小悠先用分身进去一探究竟, 滴滴, 看到小悠老大大声嚷嚷, 旁边的跟屁虫小逼, 也叫焦大叫, 他说他小逼也要派分身进去探查, 还请唐明阳老大批准, 第2028章细弱尤斯的呼救, 唐明阳看到小悠和小逼这两个没头没脑的小家伙, 又开始瞎冲动, 瞎大声嚷嚷了, 他赶紧制止这两个小家伙, 挨个在他们的小脑袋上敲了一记, 这两个小家伙, 这财安分歇, 唐明阳觉得, 他接下来的决定, 可能是观生死, 他认真地观察着这无名分包方圆千米内的布局, 他越看, 越觉得那些倒置第四部, 倒置第五部的尸骸, 跟跪在那无名坟碑前的倒置第六部的尸体, 乃是不同的两种存在, 一个是骨骸, 那些人, 死得只剩下骨头了, 可是那未倒置第六部的尸体, 他称作是尸体, 因为他全身还是完好了, 只是身上没有了生机的气息, 唐明阳绕着坟包方圆千里的边缘, 他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清楚那具跪在坟碑前的倒置第六部尸体的面目, 可是唐明阳惊骇地发现, 无论他从哪个角度去观察, 那具尸体总是背对着他的, 那无名坟碑, 总是面对着他的, 古怪, 非常的古怪, 这样的古怪, 让唐明阳觉得毛骨悚然, 至少这说明一点, 那就是这个无名坟包, 他并非是死物, 他存在着变化, 这让唐明阳越发不敢轻举妄动了, 要知道, 连道之第六部都死在了这里, 他这个圣主的小家伙, 在这里就是小蝼蚁, 若是乱来, 定然会死无全尸的, 悠悠, 小悠悠大声嚷嚷, 他问现在该怎么办, 唐明阳摸摸这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运转是海里的因果星空修行图, 他发现, 这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感应, 竟然不是来自这无名坟碑的内部, 而是来自那个跪在无名坟碑面前的道之第六部尸体, 这个道之第六部的尸体, 身穿着血红色的铠甲, 头戴着头盔, 还披着一个大披风, 大披风将这人的身材全都掩盖住了, 故而唐明阳也看不清这个人, 到底是男是女, 为什么因果星空修行图, 会对这具尸体, 产生感应呢? 唐明阳内心非常的疑惑, 可以说, 如果没有因果星空图的感应, 那么他根本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以为唐明阳老大在询问他小悠, 他说他小悠也不知道, 我们先别轻举妄动, 先离开这里再说, 唐明阳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因为他站在这里, 浑身都被一股让他窒息的死亡气息给笼罩住, 让他不仅非常的感受, 好像灵感和判断里, 也都被这股死亡寒气给干扰了, 他需要冷静一会儿, 还有, 天灵道祖的师尊, 明明说这里会有一颗因果法则倒果的, 他走到这里, 还没有见到什么因果法则倒果, 而到了这里, 显然已经没有了路, 难不成, 这因果法则倒果, 在那坟包之内呢? 太诡异了, 这一切, 诡异地超出了唐明阳的理解范围, 那些道之地第四步, 第五步的骨骸, 横七数八的倒在这里, 已经不知道多少亿万年, 他们就是唐明阳的前居之鉴, 或许他们当年也跟现在的唐明阳一样, 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这具跪在坟包前的道之地六步尸体, 就想着上前取这道之地六步尸体身上的橱物戒指和法宝, 结果都死在了里面, 这时候, 可不是贪心的时候, 是啊, 当年的天灵道祖师尊, 他定然也来到了这里, 然后, 他果断地退了出去, 唐明阳一直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为什么发现了因果法则道果, 却不去尝试一下去, 而是果断推开呢? 那天灵道祖的师尊, 定然不简单, 唐明阳心里越发这么认定, 能够进来这无上魔界, 然后又轻易地离开, 这又岂是寻常人能够做得到的? 至少唐明阳觉得, 他如今对于想要离开无上魔界这一事情, 还一头雾水呢? 我们走吧, 唐明阳想到这里, 去意更坚决了, 他摸摸小幽的火焰小脑袋, 安抚这个小家伙冲动的情绪, 他想要从原路返回, 然而, 当他刚刚转身才走了几步, 一个若有若无, 极尽于无的声音, 犹如蚊子般, 细若犹丝地响起来, 小, 小有, 莫, 莫要离开, 救, 救我,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听不出修为气息, 他已经很虚弱了, 若非周围太过安静, 唐明阳几乎都要听不到了, 谁, 是谁, 听到这个声音, 唐明阳直接喝了一跳, 就像是凡人撞见了鬼一样, 唐明阳紧张地张望周围, 没有风, 整个草原, 一片极静, 那些人脸花, 静静地开放着, 可是, 在这个瞬间, 唐明阳有一种错觉, 仿佛这些人脸花的眼睛, 全都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用一种阴毒, 泄愤的目光, 带着怨恨地看着他, 这让唐明阳的内心, 越发的不安, 他在周围查探一番, 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周围有任何的声灵, 至于那个声音, 本来都很微弱, 唐明阳没有发现什么, 而那个若有若无, 细若游丝的声音, 在这时候也没有再响起, 难道是幻觉马, 唐明阳心里疑惑地想着, 悠悠, 小悠和唐明阳心灵相通, 若是有人神识传音进唐明阳的誓海里, 这个小家伙也是能够听得到的,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什么都没有听见啊, 赤马, 也没有听见, 难道是我疑神疑鬼了, 唐明阳越发觉得这个地方, 不能够再带下去了, 什么因果法则倒果, 那要有命练化才行, 他怕他连小命都交代在这里了, 我们走吧, 唐明阳将脑子里恐惧的念头给甩掉, 他继续从原路退回, 他将那龟甲碎片的防御力, 激发到最大, 以防不测, 飞行了大概半个时辰的功夫, 这时候, 唐明阳的誓海里, 那个若有若无的声音, 再度响了起来, 小, 小友, 莫, 莫要, 惊慌, 我, 我对你没, 没有乐意, 正在绷紧神经网回飞的唐明阳, 这回又听到这个声音, 他再度背后了一大跳, 谁, 你是谁, 这回, 唐明阳听得清清楚楚, 真真切切, 他大声地贺问道, 第2029章全言辞, 真的有一个, 传音给他, 真的有一个声音, 这一会, 唐明阳非常的确定以及肯定, 唐明阳惊恐地看着周围, 他的目光里, 带着深深的防备, 这个鬼地方, 那到底是谁的声音, 无论修为有多高, 生灵对于未知, 总是存在着一种戒备和恐惧, 唐明阳也不例外, 再说了, 在这个如此危险的鬼地方, 弄不好就会死在这里了, 唐明阳哪里能不紧张, 不草木皆兵, 不过, 还是和先前那一次一样, 当他去反问那个传音给他的声音时, 那个声音, 并没有立刻回应, 幽幽, 小幽见唐明阳老大反应如此过度和激烈,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幽什么也没有听得见啊, 紧接着, 他又勃然大怒, 他说到底哪个混蛋, 竟然敢如此对唐明阳老大不敬, 滴滴, 见到小幽老大愤怒大声嚷嚷, 小滴也跟着娇娇大叫着, 他们的分身, 都飞到了唐明阳的身体外面, 认真地警惕着, 做好战斗准备, 唐明阳轻轻地吩咐着三个小家伙, 不管什么原因, 他内心的直觉告诉他, 还是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继续朝着原路, 快速地撤退, 这回, 大概过了大半个时辰,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小, 小友, 莫要, 惊慌, 我, 我需要继续半个时辰左右的能, 能量, 才能够跟你交, 留一次, 那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再度响起在唐明阳的誓海里, 你到底是谁, 回答我, 唐明阳这回有了心理防备, 既然是人不是鬼, 而且还能够很有礼貌地跟他交流, 他心里的恐惧,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的强烈了, 他询问, 并没有停留, 而是继续往原路撤退,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那个声音再度响起, 小, 有, 你, 你莫要离开封顶, 否则, 否则我的力量无法跟你沟通, 这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如约而至,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唐明阳再度问道, 他哪里肯听这个传音给他男子的话, 他继续往原路飞行, 哼, 他连对方的身份都不知道, 而且, 对方的目的, 他也不清楚, 他还是先为自己的小命考虑, 谁知道那个家伙对他有没有什么不轨的企图, 小, 有, 我叫全炎子, 乃是天道宗的上个长老, 因为某种缘故, 被人封印在了这里, 我, 那位中年男子说到这里, 声音再度断绝了, 似乎, 他的力量, 只能够继续力量跟唐明阳说这么久, 天道宗的, 哪个天道宗, 纪元遗族的那个天道宗麻, 唐明阳今生问道, 他停下了脚步, 内心里的恐惧, 渐渐地变成了好奇和震惊, 天道宗啊, 这个纪元遗族里的第一势力, 他真的跟着无上谋戒, 有着莫大的关联麻, 是, 是的, 天底下只有一个, 天道宗, 小有知道天道宗, 看来小, 有不是无上谋戒的生灵, 全言子问道, 没错, 唐明阳点点头, 天道宗, 这个神秘又强大的宗门, 掌控着整个混沌环宇, 并且, 他从一开始, 就跟唐明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只认识造化单尊, 天道子, 天竺, 子怜等人, 都是来自天道宗的, 还有, 三老中的红老, 一开始也是来自天道宗的, 小有, 你以时间因果轮回的三种至高法则成圣道, 无论释放在哪个时代, 都是最耀眼的爵士天才, 并非极极无名之辈, 不知小有, 来自何方势力, 全言子问道, 似乎看到唐明阳肯跟他交流后, 他并不急于说出他的意图, 让唐明阳来救他, 半个时辰, 对于凡人来说, 那是很长的等待时间, 可是对于唐明阳这样的存在来说, 不过是眨眼而已, 他回答说道, 晚辈并非来自纪元遗族的实力, 而是这个混沌纪元的生灵, 不知外面的混沌纪元, 生长到哪个时期了, 全言子问道, 他似乎被封印在这里, 非常之久了, 出生期末期, 即将进入成长期, 如今正外面经历诸天环宇大节, 唐明阳说道, 这么说, 小友定然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第一主角了, 全言子的声音, 带着一丝的兴奋, 若是时代主角, 身负大气韵, 又来到了这里, 这么说, 这是该他脱困的时候了, 还不算是, 唐明阳想了想, 他如实地回答说道, 准确地说, 如今时代第一主角, 可是轩辕天赐呢, 虽然他如今的实力, 自问能够轻而易举地捏死轩辕天赐了, 但是, 他内心对于这轩辕天赐, 总是带着一种警惕, 再说了, 在这第九次诸天环宇大节里, 凡是这个时代的生灵, 都能够参与进来, 谁知道, 将来又会有什么变数, 哦, 你这样的存在, 都还不算是时代第一主角吗? 若我没有猜测, 你早就可以超脱入胜, 只是心比天高, 欲要走真道境, 所以才压制境界, 迟迟不肯突破而已, 那到底是谁能够力压你, 做上那时代第一主角? 全言子有些震撼地问道, 在他看来, 以唐明阳这样的存在, 无论是放在哪个混沌纪元, 都当之无愧的是第一主角了啊, 而且还绰绰有余, 哼, 唐明阳冷恒一声, 他不愿意回答, 他更不愿意说出 轩辕天赐这个名字, 这天地之间,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而且, 他内心也不肯服输, 如何肯说出轩辕天赐 乃是力压他的时代第一主角? 那不过是战时的, 再有, 他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这无上魔界里, 无论他做什么事情, 似乎无法积累气韵, 小友, 我乃是天道宗的上阁长老, 你若是得到我的帮助, 做上这时代第一主角,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全言子赶紧说道, 他抛出了他的条件, 不需要, 唐明阳很干脆地拒绝, 呃, 为什么, 全言子愣了愣, 他觉得, 他提出的条件, 任何生存在诸天环宇大节里的生灵, 都无法抗拒的啊, 更何况, 眼前这个小子, 确实也有成为时代第一主角的潜力, 而且也真的非常的精彩绝艳, 第2030章时系法则道果, 全言子很不明白, 时代第一主角啊, 那是机缘气韵的汇聚, 像唐明阳这样的, 要走三种至高法则的真道径, 更是需要大量的机缘和气韵来参悟法则了, 当然了, 三种至高法则的真道径, 闻所未闻, 若是能够真的走成, 那么也定然是惊天动地, 不过, 说实在的, 全言子也很不看好唐明阳去走真道径, 没为什么,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或许在这全言子的帮助下, 他能够坐上这时代第一主角的位置, 但是, 这其中定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他可不想成为全言子的棋子, 再说了, 这天底下哪里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全言子怎么可能会白白地帮助自己呢? 小友, 我, 我对你确实没有什么恶意, 全言子似乎看出了唐明阳对他的防备, 他再度解释着, 前辈, 你费这么大力气, 将我引来这里, 该不会是跟我只谈这件事情吧? 唐明阳问道, 他表现得有些不耐心, 我需要你的说明, 将我脱困出来, 全言子很直接地说道, 为什么我要帮你脱困? 唐明阳反问得也很直接, 他和这个全言子素位相似, 而且要救这全言子, 他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要去得罪当年封印全言子的那一方势力, 唐明阳可不傻, 这全言子乃是道之第六部的无上强者, 而能够将其封印在这里的, 并然是比全言子更为厉害的存在, 小友, 你是海里有两张至尊因果图, 我身上也有一张, 我可以将我身上的那一张, 送给你, 算是你救我的答谢, 除此之外, 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如何, 全言子重新开出了他的条件, 说一千到一万, 最后还是回到最实际的利益交换上来, 你身上有一张至尊因果图, 难道你是, 跪在那无名坟碑上的那的, 人? 唐明阳一听, 有些吃惊地问道, 他想到他是海里的至尊因果图的感应来源, 不正是来自那无名坟碑上的那未到之第六部的尸体的体内吗? 没错, 那是我的肉身, 我被禁锢在了那里, 全言子说道, 他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甘心, 可是这一丝不甘心里, 又带着丝丝的恐惧, 那, 那到底是谁的, 坟包, 唐明阳本能地问道, 你确实要知道吗? 全言子反问道, 唐明阳犹豫了一会儿, 他摇摇头, 那种层次上的恩怨因果, 他还是少沾染为妙, 或许, 知道了, 就代表着杀身之祸呢? 前辈, 告辞, 你的恩怨因果, 请素晚辈不敢沾惹, 也没有胆子敢沾染。 唐明阳说着, 他头也不回, 快速地飞退而去, 全言子本还想卖个官子, 更加地挑起唐明阳的好奇心的, 可没想到, 这个小子, 竟然逃得如此地干净利落, 他心中暗恨, 可这时候, 他越发地不敢得罪唐明阳这根救命草, 小友, 你要怎么才肯帮我, 你提出条件吧, 全言子带着几分的哀求, 他知道, 别人或许还救不了他, 但是唐明阳这个小子, 可是时代主角里数一数二的人物, 天生带着机缘和气韵, 这个小子能够到他这里来, 说明他脱困的机缘就在眼前了, 唐明阳这回, 并没有打理这个全言子, 他埋头赶路, 全言子要半个时辰作用才能够继续力量说一句话, 而以唐明阳的飞行速度, 还需要十三四个时辰才能够飞出这里, 他内心很急迫, 也就是说, 他只有跟唐明阳说不到三十句话的机会, 他务必要在这三十句话内, 打动唐明阳来救他, 小友, 你三种至高法则走真道劲, 定然很需要法则倒果吧, 我可以给你去找时间法则倒果, 因果法则倒果和轮回法则倒果, 全言子说道, 唐明阳一听, 他犹豫了一下, 没错, 要想走真道劲, 他真的很需要法则倒果, 全言子这回提出的条件, 正好说到点子上来了, 不过, 唐明阳想了想, 还是继续飞退而去, 也并没有出声回答, 小友, 我已到事起事, 若你救我出去, 我为你找齐你所需的阴阳五行, 实习法则倒果, 如何, 全言子感受到唐明阳刹那之间的心动, 所以他从这一点上, 努力地去攻破, 法则倒果, 还分阴阳五行, 唐明阳愣了愣, 他停下了, 出声询问, 是的, 炼化法则倒果, 可以增加对于法则感悟的天赋, 不过, 每一息的法则倒果, 只能够炼化一颗, 全言子说道, 也就是说, 一个人, 一种法则, 最多只能够炼化十颗法则倒果了, 唐明阳问道, 是的, 全言子说道, 谢谢告知, 唐明阳说完, 他又飞退而去, 全言子心里暗恨, 小友莫走, 在这份包里, 就有着实习因果法则倒果, 你想不想要去得道, 全言子大声地问道, 唐明阳一听, 飞行的脚步就这样硬生生地停顿下来, 他犹豫了一下, 说道, 不想, 他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其实, 他内心是非常的心动的, 阴阳五行十系法则倒果就在这里嘛, 像法则倒果这种东西, 找一颗都非常的困难, 这若是成功, 一口气就可以得到十颗法则倒果啊, 可恶的小子,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可唐明阳这个小子还是不答应救自己, 这让全言子内心很抓狂, 他可是堂堂地道之第六步啊, 他可是听到这的上阁长老啊, 整个环宇世界, 所有纪元遗族的势力里, 他全言子跺一跺脚, 谁敢不给他面子, 他何时如此低声下气地哀求过一个人, 混蛋小子, 不过,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 但是, 他还是要哀求, 小友, 实不相瞒, 那十颗因果法则倒果, 就在我的体内, 封印着我的肉身, 你想要这十颗因果法则倒果, 就是帮我解封, 全言子大声地说道, 他一口气, 只能够说这么多的话, 可唐明阳还是不搭理他, 等半个时辰后, 他再说道, 帮人帮己, 你救我出来, 我绝不害你, 我不仅欠你一个人情, 还帮你找齐时间, 轮回的实习法则倒果, 如何? 第2031章拒绝, 全言子的条件, 可谓是非常的丰厚, 帮忙找齐时间, 轮回的实习法则倒果, 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全言子虽然修为境界很高, 但是, 谁若是拥有了法则倒果, 谁会轻易地张扬出去, 就算是拿去跟人交换, 也是私下里进行的, 而且交换自己所需要的法则倒果后, 一般都是直接就炼化了, 哪怕是全言子这样的存在, 他所修炼的那种至高法则, 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 才堪堪炼化实习法则倒果的, 道之第六部, 尚且很难筹其一种法则的实习法则倒果, 更何况是其他的道之第四部第五部的修饰, 所以说, 全言子觉得他开出来的条件, 已经非常的恐怖了, 轮回法则倒果尚且还好说, 那时间倒果很是稀少, 更是非常的难找呢, 可是, 天偏唐明阳乃是一个愣青头, 一般的圣主, 哪一个不是修行了几千万上一年甚至更多岁月的, 他的修行才几万来年, 所以, 他的认知也非常的浅薄, 他根本不知道, 一位道之第六部强者的承诺, 代表着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天道宗的一位上格长老, 到底咋天道宗里是什么样的地位, 他也根本不知道, 这全言子开出了的条件, 哪怕是寻常的道之第六部强者, 都为之心动的, 前辈, 抱歉, 那时刻因果法则倒果, 对我来说, 非常的诱惑, 但是, 我真的没有胆量插手进你的因果恩怨里, 唐明阳还是那句话, 这简直让全言子气死了, 可偏偏, 全言子又不得发作, 小友, 我被封印在这里, 乃是因为被人算计了, 全言子说道, 前辈, 你莫要再说了, 唐明阳还是决定不插手进来, 可是, 全言子并不打算放弃, 他说道, 其他人, 哪怕是道之第六部强者, 或许要救我非常的困难, 但是你救我, 却非常的简单, 唐明阳听到这话, 他内心一领, 他表面上不动声色, 继续地飞行, 可还是等待着全言子接下来的话, 那至尊因果图, 乃是一件无上至宝, 我体内正好有一件, 你可以用你体内的至尊因果图, 引动我体内的至尊因果图, 然后炼化我体内封印着的十颗因果法则道果, 全言子说道, 他一口气, 只能够说到这里, 见到唐明阳还是不理会, 可他看得出, 唐明阳实则是在认真的听了, 他继续地说道, 你救我, 一点而风险都没有, 十颗因果法则道果炼化后, 剩下脱困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完成, 小友, 你就帮帮我吧, 我刚刚所说的话, 我可以向你立道士, 前辈, 并非我不救你, 而是我怕救你之后, 我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 你口口声声说了这么多, 可是你还没有对我说实话, 你说你是被人算计的, 那到底是谁算计你的呢? 还有, 你的封印之地, 离天子模糊这么近, 是不是封印你的人, 就是天子模糊里恐怖的存在? 我若是救你, 只怕天子模糊里的存在, 立刻感应得到吧。 唐明阳快要离开这山顶了, 他站在这山顶青草的边缘, 一口气对着全炎子说道, 没错, 封印我的人, 就是天子模糊的天子老儿。 全炎子说道, 可是, 当他提到天子老儿这个名字时, 他并没有多少的怨恨, 反而是叹了口气, 似乎, 这其中, 带着很多的误会和歉意。 唐明阳一听, 内心凛然, 果然和他想象的差不多, 这全炎子口中的天子老儿, 只怕就是天子模糊的主人, 天子老人吧。 这里离天子模糊这么近, 能够封印全炎子这样存在的, 也就只有同为道之第六部的天子老人了。 唐明阳更加不敢去解救全炎子了, 甚至, 他内心还有一种悚然的猜想, 只怕, 他来到这里, 就在这天子老人的监视里吧。 不过, 你大可放心, 这天子老儿, 这些年并不在天子模糊里。 否则, 你也竟不来这里了。 小友, 你就救救我吧。 全炎子还是继续哀求, 抱歉, 唐明阳去意很坚决, 这些都是这全炎子的一面之词, 沉默道心启示, 修为到了一定的境界, 自然有一些隐秘的办法, 或者付出一些小代价, 就可以违背道士了呢。 可恶的小子, 看到唐明阳还是离开了山顶, 全炎子垂足顿胸。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小悠一看那个全炎子, 就知道那个家伙, 不是什么好东西, 唐明阳老大千万别去救她。 滴滴, 小滴也飞过来, 她趴在唐明阳的鼻子上, 也学着小悠老大的样子, 娇娇大叫。 或许是唐明阳并没有动这封印之地内的任何一样东西。 所以, 她退出来的时候, 也非常的顺利。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终于出来了, 唐明阳长输了一口气, 这因果法则倒果, 果然不好拿, 要拿走, 就要付出代价, 更何况, 这一口气就可以获得使科, 所以, 这解救全言则的代价, 绝非不少。 好了, 都到我的誓海里, 唐明阳对着这三个小家伙说道, 他装模作样地在周围的虚空里巡逻着, 将那些道之第三步, 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快速地倾角一遍。 然后, 他就回到了水被修有的秘境里, 他要在这里镇守三千年呢, 正好借此机会, 修行一番, 这段时间的冒险, 经历战斗, 使得唐明阳获得了很多的感悟。 正是需要一段时间尽心练化和参悟的时候, 他跟水被修有打声招呼, 说他要进行闭关一番, 除非要紧之事, 才来打扰他。 水被修有连连点头, 有唐明阳这位大强者在, 他心里安心了不少。 唐明阳在他的洞府里, 布置一番。 你们这三个小家伙, 在这段时间里, 也要认真地修行。 唐明阳说着, 他在最顽皮的小优火焰小脑袋上, 敲了一记。 看到小优老大爱教训, 小迪这个小滑头, 立刻跟小优老大拉开些距离, 然后飞到唐明阳的身边, 开始卖乖卖萌。 不过, 还是被唐明阳给捏在了手里, 然后也敲了一记。 李这个小家伙, 也是如此, 唐明阳对着小滴说道, 只有小翘, 算是乖乖听话的, 能够让唐明阳省点心。 第2032章 三千年的修行, 三千年的岁月, 一晃而过, 水被修有的这个地盘, 在这三千年里, 还算是非常的平静。 只有一头到之第四部的死亡魔魂进来, 或许是周围的死亡魔魂, 都被唐明阳清理过一遍的缘故吧。 毕竟, 在一定的范围里, 死亡魔魂的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然而, 气韵这种东西, 此消彼长, 福火相依, 这么风平浪静了三千多年后, 在这一年, 突然变得特别的倒霉起来。 这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要不来就不来, 要来就一下子来了一大群。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进来? 水被修有看着这一下子, 竟然有上百头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涌进他的地盘里, 他喝了一大跳。 他赶紧下令, 让在领域里活跃的修饰, 全都躲藏起来。 上百头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这一口气冲杀而来, 那可是要命的啊。 除非, 除非是有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过境。 水被修有突然想到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没错, 就是有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过境。 一般, 高级的死亡魔魂身边, 都会聚集大量的低级死亡魔魂。 一同倒知第三部的死亡魔魂身边, 会聚集几百上千头倒知第二部的死亡魔魂。 同理, 一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的身边, 也会聚集一大群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只有这种情况, 才会出现有上百头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一口气涌进他地盘的现象。 师尊,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在水被修有身边的几个徒弟, 此刻脸色都喝得惨白。 一百多只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足以灭掉他们这的领地上百遍了。 更别说到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了, 别急, 别急, 我们现在还没有感应到那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的气息, 这说明, 那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离我们非常的远。 这上百头死亡魔魂涌进我们的地盘, 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们只是过境, 途径我们地盘的这个区域而已。 水被修有说道, 他这番话是说给身边的几个徒弟听的, 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想要他自己冷静下来。 如果真的有一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过境, 那么这些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就会环绕在这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身边, 追随这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我们这只是小地盘, 一般情况下, 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根本就不会来攻击我们这样的小地盘。 他们只会去攻击天子魔湖那边, 没错, 他们只是途径我们这里, 真正的目的, 乃是前往天子魔湖。 水被修有说道, 正如同他所想象的那样, 此刻, 正有一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途径他的地盘, 正在前往天子魔湖那边。 不过, 万事也没有绝对, 一般的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根本不会来攻击像水被修有这样的小地盘。 但是, 那是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倒霉,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正好, 那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正巧停留在水被修有地盘周边不远处休息。 这头倒知第五部的死亡魔魂在休息, 那么周围的死亡魔魂, 就四处地活动了。 正好, 水被修有这个最靠近的地盘, 就首当其冲了。 师父, 这些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 怎么停留在我们的地盘上, 不走了。 他们不只是过境而已麻, 几个徒弟声音有些发颤地问道, 随着这上百只的倒知第四部的死亡魔魂涌入, 紧接着而来的, 乃是无数倒知第三部第二部的死亡魔魂。 瞬间, 在这片区域里设置的临时秘境点, 顿时被这死亡魔魂大军给发现和清理干净。 不好, 师父, 照这样下去, 我们的秘境入口, 很快就会被发现了。 几位徒弟极其惊慌起来, 大家都给我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我去请杨明堂修有。 水被修有大声必说道, 提到杨明堂这个名字, 水被修有慌乱的内心, 总算是稍稍的安心起来了。 对于唐明阳的实力, 水被修有是怀疑的。 毕竟, 对方只是一个小小的圣主, 所以, 他一直以为唐明阳的背后, 应该是有一位厉害的大强者。 杨明堂修有, 冒昧打扰, 实属应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水被修有也不敢怠慢, 来见唐明阳时, 他的本尊亲自降临。 然而,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他的内心, 陡然之间, 升起一种致命的恐怖。 只见, 一道紫色的剑气,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的虚空。 整片空间的时间, 流速瞬间减少了, 可是, 让水被修有觉得致命和恐怖的, 并非这时间法则的流速减缓, 而是一股带着强烈磨息的剑气, 锁定住了它。 这道剑气内蕴含着的至高剑道法则, 不仅阴阳五行大圆满, 而且还运转着天干地支的奥义。 饶命, 饶命, 水被修有本能的呼救, 他刹那之间, 激发了他身上最强的能量防御罩。 然而, 他内心有种感觉, 那就是即便是他燃烧命远, 激发出最强的能量防御罩, 他也无法抵挡得了面前的这一剑, 蕴含着天干地支奥义的一剑, 死了, 完蛋了, 水被修有觉得他死的冤枉, 因为他临死前都弄不清楚, 他恭恭敬敬地来求见唐明阳, 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小悠, 助手, 就在水被修有以为他死的瞬间, 一个清冷的声音, 仿佛如同九天的神音, 响荡而下。 在这个声音响荡的时候, 水被修有突然发现, 他身体周围的时间流速开始变得正常了, 那股锁定他的剑义杀鸡, 也消失了。 在看过去时, 那道快要斩杀到他眼前的紫色剑气, 也不见了。 转而出现在他面前的, 乃是一身血液的唐明阳。 见过, 见过阳, 阳明唐修有。 水被修有声音发颤, 浑身哆嗦, 他觉得, 他刚刚已经从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了。 若不是唐明阳最后的那一声制止, 只怕他早就要去轮回了。 他看向唐明阳时, 突然瞥见在唐明阳的掌心里, 正摸着一团紫色的火焰, 一团蕴含着生命气息, 闪生着思维意志的紫色火焰。 第2033章小优的恐怖。 水被修有瞥向唐明阳掌心里的那团紫色火焰, 他知道, 那是一个先天气灵生命。 而先前那想要他命的剑气, 就是从这团紫色火焰里散发的。 水被修有身为魔兽所化形, 他不修法则, 但是, 他却可以感受得到法则的存在。 他能在这紫色火焰里, 感受到了至高见到法则的气息。 那至高见到很强大, 很浓郁, 似乎掩盖了一起, 可他还能够在这至高见到法则里, 感受到丝丝的至高时间的气息。 两种至高法则的先天生命, 水被修有之道, 这将意味着什么? 若是放到天子魔湖里, 绝对是内湖的核心, 很多高高在上的存在, 都会抢着收为土的。 那紫色的活跃, 正是小优, 此刻, 这个小家伙虽然被唐明阳, 摸着火焰小脑袋, 可他还是非常的生气。 哼, 他小优正在参悟至高见到的关键时期, 这个混蛋家伙, 竟然敢来打扰, 这不是找死麻。 真是气死他小优了。 好了, 不许生气了。 唐明阳帮这小家伙梳理一下情绪, 他看向那水被修有, 开口询问道, 水被修有, 刚刚都有得罪, 还请不要见怪。 不, 不得罪, 是我打扰了修有的修行, 该, 该道歉的人是我才是。 水被修有赶紧说道, 他哪里敢承受唐明阳的道歉, 他一直以为唐明阳本事的实力不济, 只是背后有强者来守护而已。 可现在, 看到这一幕, 他算是明白过来了。 原来这个小圣主, 当真是恐怖地让他绝望, 人家可以轻易地秒杀他。 无妨, 不知道水被修有前来找我, 有何事。 唐明阳问道, 是, 是这样的, 水被修有将外面可能有一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过境的情况, 详细地说了一遍。 他说道, 若非这里实在是生死存亡之计, 我也不会贸然地前来打扰修有的修行。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闭关到现在, 早就有三千余年了吧。 这个期限, 早就过了我任务执行的期限了。 唐明阳掐指算了算时间, 大概知道了他闭关的时间。 杨明唐修有, 还请, 还请你救救我吧。 水被修有一听, 他还以为唐明阳说出这些话, 乃是跟他贴亲关系呢。 从任务的角度来讲, 现在的唐明阳确实没有在帮他镇守这里的义务了。 此次过后, 我便要启程会天子模糊赴命了。 所以, 还请水被修有在我这任务权杖上, 签证一番吧。 唐明阳说完, 他拿出了权杖, 赤是是, 谢谢修有, 水被修有大喜。 唐明阳的这番话, 就是说会再帮他绞杀外面的死亡魔魂一次了。 他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蔑视摩羯, 像他们这样的小地盘, 一次蔑视摩羯里, 能够出现十几之道之地四步的死亡魔魂, 那已经算是灭顶之灾了。 所以说, 今年水被修有的领地, 比较倒霉而已。 而且, 一次蔑视摩羯持续的时间, 短则几千年, 长则几万年。 如果运气好一些, 就算没有唐明阳在, 他撑过这次蔑视摩羯, 并不成问题。 他的悼念探入唐明阳手中的权杖里, 在里面留下证明, 证明唐明阳已经在他这里, 镇守了三千年, 算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了。 修有, 告辞, 外面的死亡魔魂, 我会帮你清理掉的。 唐明阳查探了一番, 对着这水被修有拱拱手。 修有务必要小心, 这里的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大量聚集, 即有可能有一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停留在附近。 你若是闹出太大动静, 即有可能会惊动那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水被修有再度提醒, 在他看来, 唐明阳又斩杀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死亡魔魂的实力, 但是绝对不会是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的对手的。 毕竟, 道之九步, 每一步都是一中天, 实力差距非常的巨大。 我明白了, 我会小心的,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麻, 在三千年前, 他已经拥有了和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一战的实力了。 现在麻, 也正想找一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试试手。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一定要让他小悠出手。 这小家伙, 很是着急, 这三千年里, 就是他的实力进步得最快。 而且, 已经不能够用康快字来形容了, 应该说, 要用恐怖来形容。 小翘也不甘示弱地战意腾腾地表达, 这个小家伙, 这三千年来的进步, 虽然赶不上小悠, 但是也进步得很明显。 滴滴, 这个小家伙, 也不甘示弱地娇娇大叫。 臭热闹, 他最喜欢了, 不过, 若说到实力麻, 这个小家伙这三千年来, 几乎都在原地踏步。 也并非他懒, 而是他不懂得修行。 这三千年来, 唐明阳的主要精力用在参悟至高因果法则上来, 唐明阳并没有参悟至高轮回法则, 故而, 这小家伙没有唐明阳的引导修行, 也就没有什么进步。 唐明阳一步踏出水被修有的秘境, 他站在了虚空里, 速战速决, 唐明阳摸了摸小悠的火焰小脑袋。 赤意, 这个小家伙可以出手了。 悠悠, 小家伙一听, 顿时非常的兴奋, 这可是要他小悠独立地出手啊。 他朝着趴在他火焰小脑袋上的小滴, 大声嚷嚷着, 让这个小家伙赶紧给他小悠老大补充能量。 滴滴, 小滴娇娇大叫着, 也不敢怠慢。 这可是唐明阳老大单独给小悠老大的任务, 若是小悠老大完成不好, 定然会回来找他算账的。 这个小家伙在唐明阳的队伍里, 倒不需要实力又多强大, 只需要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 他念头移动, 引动大团磅駁的本源, 加持在小悠老大的身上。 唐明阳是海里的魔瓶, 一阵的大放光明。 一团魔瓶剑气, 出现在唐明阳面前的虚空里, 瞬间化作上万道剑气。 没错, 上万道魔瓶剑气, 三千年前, 就算是唐明阳给这个小家伙喂酒气, 这个小家伙最多也只能够召唤近千道剑气而已。 如今, 他没有喝酒气, 瞬间就能够召唤出上万道魔瓶剑气了。 可见, 这三千年间, 这个小家伙的实力, 强大了很多倍。 第2034章 剑道将圆满, 这三千年来, 小悠的实力增长之所以如此恐怖, 得益于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 就是纳德的自诺头修有的神秘魔瓶。 唐明阳一直以为, 这个魔瓶只是一件召唤魔席剑气的攻击法宝而已, 可是当小鸭进一步对这个魔瓶进行参悟的时候, 她发现她的想法大错特错。 这魔瓶, 不仅具备着强大的攻击力, 还是一件跟混元阵印至尊因果图一样, 可以辅助参悟至高剑道的引导修行的异宝。 这就不得了了, 至高剑道, 本身就不像至高时间之道那样难参悟。 再加上小鸭本身的天赋悟性如此之变态, 所以, 这三千年里, 她的至高剑道的参悟, 一路突破, 已经天干十层大圆满, 地支十二层里, 已经参悟到第十一层须之境了。 可以说, 小鸭在地支上, 只差一层, 就可以将至高剑道, 修炼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大圆满了。 在至高剑道方面, 小鸭达到大圆满,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小家伙只需闭关个几年, 就完全可以达到。 而至高火道, 她早就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大圆满。 只待她至高时间法则也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大圆满, 那么她就可以踏入真道境第一层。 法则参悟的精深, 会使得一个人的实力, 大大的增长。 再加上随着至高见到法则参悟的深入, 对于摩平的掌控, 也越发的得心应手。 所以, 这个小家伙掌控摩平, 现如今到底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唐明阳心里也没有底。 小翘趴在唐明阳的掌心里, 她站意腾腾的, 她说, 她小翘也想要战斗, 因为这时候, 小优老大并不让她加持大招在这摩席剑器里。 唐明阳摸摸着小家伙的剑翘小脑袋, 我们先试试小优的实力, 一会儿, 定然有你战斗的机会。 唐明阳说道, 如果现在的小优加持上小翘的摩席剑器, 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场景? 小翘的加持大招, 也是会随着她实力的增强而加持威力增大的。 这三千年里, 小翘的至高空间法则至高封印法则, 在天干石崇里, 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悠悠, 这时候, 这个小家伙已经掌控了这摩席剑器, 朝着周围斩杀而去。 没有小翘大招的加持, 他掌控的这上万道摩席剑器, 每一道的威力, 已经不再是无限接近于道之第五步了, 都是勉强有道之第五步的威能了。 这无限接近和已经勉强具备, 看似只差一丝, 实则乃是两种层次的能量。 是一种量变到直变的变化, 剑器斩杀而出, 穿行在这方虚空里, 无声无息, 这个小家伙对于剑道的掌控, 天赋非常的恐怖。 周围的那些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在小幽的摩席剑器下, 瞬间就泯灭开来, 就仿佛刺进了一个个的气泡里。 没错, 在小幽掌控的摩席剑器面前, 这些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脆弱的就像是气泡。 没过多久, 在这片区域里活跃的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就被小幽的摩席剑器给秒杀掉。 恐怖, 原来这些死亡魔魂, 真的是这阳明唐修友亲自给斩杀的啊。 在秘境里的水被修友, 他时时刻刻地关注着那一股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的动向。 此刻, 他看到这些死亡魔魂在唐明阳的摩席剑器下瞬间就泯灭, 他彻底算是大开眼界了。 死亡魔魂上下级之间, 有着一股特殊的感应。 修为越高, 等级越高的死亡魔魂, 他们之间的这种感应就越强。 那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对于他麾下的那些道之第四步的死亡魔魂, 也有着感应的。 这一瞬间, 在水被修友的地盘上死去了几百只死亡魔魂, 他立刻感受到了。 好, 他的真身, 停留在地表上的一座山峰之上。 正在修行呢, 此刻, 他一声咆哮, 方圆千里, 在他愤怒的音波之下, 都已为了屏蔽。 他咆哮着, 又像是下达一种命令, 周围游荡的死亡魔魂, 全都朝着他的身边聚拢而来。 在那边的唐明阳, 只觉得一股强大的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的魔念, 如同天雷滚荡般, 扫荡而来。 紧接着, 锁定了那些魔席剑气, 进而根据那些魔席剑气的感应, 锁定住他。 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麻, 也正想那你是一世首, 唐明阳的嘴角, 泛起一抹笑容, 其实, 他也逃不了, 在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面前, 他的飞行速度是比不上的。 至于攻击力上麻, 他有了小优合魔瓶, 在防御力上麻, 他有了那龟甲碎片, 这三千年来, 唐明阳除了在英国法则本源参悟上有所突破外, 再则就是在龟甲碎片的参悟上, 也有所进步。 这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从气息来看, 实力应该比我在英国剧数周边交手过的那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实力还要弱一些。 唐明阳立刻判断, 他现在心情虽然放松, 但是也不敢掉以轻心, 给小优的魔袭剑气, 加持大招。 唐明阳摸摸掌心里, 一直很想要战斗的小翘。 这个小家伙, 也很是兴奋和期待。 悠悠, 这时候, 小优却大声嚷嚷起来, 他说他小优一个人能行, 先别让小翘加持大招。 好, 那就让你先试一试。 唐明阳想了想, 答应下来, 毕竟这小家伙掌控的魔袭剑气, 已经有道之第五步的威能了。 他进一步安抚小翘的情绪, 那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看到唐明阳飞但没有逃, 反而朝着他所在的方向飞来后, 他勃然大怒。 他快速地朝着唐明阳飞来, 他迫不及待地要将唐明阳给捏死。 唐明阳念头移动, 一个硅甲符纹, 在他的身体周边闪身而出, 近乎于一个血红色的法相。 硅甲法相, 这是唐明阳这三千年来的参悟成果。 硅甲法相, 包裹着他, 然后化作一件血红色的硅甲披风。 他向前踏出一步, 融入到小悠掌控的上万柄魔袭剑气里。 他包裹在魔袭剑气内, 然后, 上万柄魔袭剑气, 浩浩荡荡, 如同一股魔流, 朝着那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击杀而去。 第2035章 魔之图腾奥义 上万柄魔袭剑气, 浩浩荡荡, 在小悠的掌控下, 一丝的气息都没有泄露出来。 如果说, 在英国拒收纳惠儿面对道之第五部的时候, 小悠召唤的上千道魔袭剑气, 在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的滚滚的能量面前, 还不成气候, 那么此刻上万柄魔袭剑气汇聚成为的剑流, 已经极为壮观了。 魔袭剑气, 如同一道黑色的剑笼, 冲出了地面, 地面, 那些死亡魔器的地盘, 唐明阳可以看得见, 无数的死亡魔魂在虚空里游荡。 而在天空之中, 那太阳早就成为了黑色。 吼, 那头到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看到唐明阳不退反而朝他进攻, 他顿时勃然大怒。 他想也没用, 朝着那魔袭剑气汇聚而成的黑色剑龙, 一巴掌拍来。 隔着千万里, 在这一巴掌之下, 导致第五部的死亡本源, 滚滚如同天河巨浪般汹涌。 最终, 这股能量狂潮跟小悠掌控下上万柄魔袭剑气, 碰撞在一起。 这是没有小窍加持大招的魔袭剑气。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知道, 他要想独立出风头, 只有这么的一次机会。 如果他的魔袭剑气不能够抵挡这股道之地五部的本源狂潮, 那么接下来唐明阳老大定然要让小窍出手, 加持上大招了。 如果小窍加持上大招, 那么就不是他小悠一个人的功劳的。 他可不想这样死, 上万柄魔袭剑气, 在即将跟着巨浪般的道之第五部本源, 即将碰撞上的瞬间。 只见每一道魔袭剑气上, 突然涌动出一股浓郁的奥义力量。 这股奥义力量, 并非是法则本源, 也并非是祭祀之力。 这是, 唐明阳看到这一幕, 他愣了愣。 这股奥义力量, 有点儿像荒谷魔袭, 可又完全不是, 他有些类似于祭祀之力, 可是, 他确实是精纯的魔之奥义, 魔瓶内的另外一股力量, 唐明阳还想意外, 他又非常的震撼和惊喜。 这个魔瓶, 他乃是至高剑道和另外一种魔之奥义, 融合而成的。 里面的魔之奥义, 能量层次很高, 乃是同祭祀之力, 似乎乃是同一个层次的。 属于图腾之力下, 所衍生力量的一个范畴。 祭祀之力, 也是图腾之力所衍生的一种。 唐明阳没想到, 这个小家伙, 竟然能够领悟了。 在这股魔之图腾奥义之力, 加持在这魔席剑气里, 瞬间, 这魔席剑气的威力, 提升了两三倍。 这威力的提升, 虽然没有加持小翘大招那么恐怖, 但是, 瞬间提升两三倍, 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原本, 只是勉强达到道之第五部威能的魔席剑气, 此刻在魔之图腾奥义之力的加持下, 这些魔席剑气, 瞬间就永远了比这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的本源, 还要厉害一丝的威能了。 这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它轰击而出的本源, 本来在威能上, 就比此刻小悠掌控的魔席剑气弱一些了。 再加上, 它并不会神通绝学, 它对于这本源的掌控, 完全没有技巧, 只是本能的轰击。 如果道之第五部的本源比喻成一柄装在剑翘里的宝剑, 懂得神通绝学, 就是懂得如何将这柄剑从剑翘里拔出来攻击对手, 那么这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它就是连剑都不懂得如何拔出, 只会将这柄宝剑连带着剑翘, 当作棍子一样, 攻击对手了。 而小悠则不同, 悠悠见证, 瞬间, 这些魔席剑气的身体周围, 浮现出一个紫色火焰燃烧的法像。 这些法像, 跟着魔席剑气内的魔之徒藤奥义, 融合在一起。 神通绝学, 入籍, 没错, 小悠在唐明阳神通绝学入籍后不久, 这个小家伙嚷嚷着让唐明阳叫他, 而他早就懂得了神通绝学入籍了。 虽然只是刚入门的神通绝学入籍, 但毕竟是入籍了。 如果将神通绝学, 比喻做将剑从剑翘里拔出来, 那么神通绝学入籍, 那就是将剑从剑翘里拔出来后, 还懂得施展剑技。 轰, 上万柄剑气凝聚而出的剑龙, 斩杀而出。 在剑龙的身体周围, 那燃烧着的幽怜法像, 化作一个吞噬漩涡。 唐明阳惊骇地发现, 那些导致第五部的本源, 竟然在这吞噬漩涡里, 真的被吞噬进去了。 吞噬进去后, 这些导致第五部的本源, 化作成为这摩席剑气的本源, 使得这摩席剑气的威力, 在平添几分。 恐怖, 唐明阳的心里暗自的惊奇, 或许, 他一直都小瞧这个小家伙的实力了。 毕竟这些年来, 随着他所遇到的敌人的实力越快越强大, 他已经很少让这小家伙单独对强敌了。 这一次, 乃是因为小幽恋化了魔瓶, 而魔瓶又称为唐明阳线阶段, 能够掌控并且发挥的最大威力的攻击性法宝。 可以说, 没有小幽, 唐明阳也恋化不了那个魔瓶。 那股有死亡魔魂拍出来的导致第五部的死亡本源, 瞬间被小幽的剑气之龙从中间撕成两半, 并且那撕裂的口子还燃烧起了幽怜魔火。 没有, 就是幽怜魔火, 此刻小幽的活跃也带着那股魔之图腾奥义的气息, 就是连导致第五部的本源也都能够点燃。 穿透了这导致第五部的本源, 瞬间, 小幽掌控的魔瓶剑气魔龙, 就如同是怒龙出海般, 面前直接就是那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了。 那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也是一愣。 他没想到, 唐明阳这小小的圣主楼椅竟然能够穿破他的这一级之威。 虽然说, 他这一级之威, 并没有用权力。 但是, 哪怕是像大黄修友, 立玄紫玉这样的道之第四部, 也不敢直接面对, 若是深处在其中, 只怕也要死无葬身之地吧。 悠悠, 小幽大声嚷嚷着, 他非常的兴奋, 他说他小幽要斩杀这头死亡魔魂。 好, 若是斩杀不了, 可是要到我这里领罚的。 唐明阳笑道, 他知道, 小幽这个小家伙, 情绪波动越大, 发挥的实力就越大。 这时候, 越不能够让他冷静, 而是要给他压力。 果然, 听到了唐明阳老大的这番话, 这小家伙的情绪更加的高涨。 如果完成不了, 还要挨惩罚, 这岂不是要在小翘和小弟这两个小弟面前, 很丢脸。 这怎么可以, 第2036章斩杀, 倒置第五步。 唐明阳摸了摸掌心里沾一腾腾的小翘的剑翘小脑袋。 他是以这个小家伙在耐心的等待, 小翘也很着急, 本来, 这时候该他出手, 加持大招到小幽老大的魔袭剑器上的。 谁知道, 小幽老大竟然这么厉害, 悠悠, 小幽大声嚷嚷着, 那上万道汇聚如龙的魔袭剑器, 此刻燃烧着幽怜魔火的法像, 直接斩杀向那边的倒置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那头倒置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刹那之间, 也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狂吼一声, 不退反镜, 他身体长着的四只魔爪, 每一只魔爪都有百丈大小, 在虚空之中挥舞着, 周围荡漾着一股倒置第五步的本源风暴。 本源风暴吹拂席席, 里面蕴含着特殊的死亡奥义, 而他的四只魔爪, 则引出在这黑色的本源风暴里, 朝着前方击杀而来的魔袭剑器汇聚而成的剑龙击杀。 最终, 交手在一起了, 先是魔袭剑器, 轻而易举地就切开这道之第五步的本源风暴。 紧接着, 隐藏在本源风暴里的四只魔爪, 从四个方向, 攻击这上万道汇聚而成的魔袭剑器的两侧。 偷袭, 看来这死亡魔魂也并不傻, 唐明阳看到这一幕, 笑了起来, 虽然不傻, 但这智商, 也就如此而已。 懂得神通绝学和不懂得神通绝学, 完全是两个层次的能量运用。 而神通绝学和神通绝学入籍, 那也是两个层次的运用。 此刻, 小幽的魔袭剑器的威能比之这头死亡魔魂还要厉害一些, 而小幽的神通绝学入籍的运用更是甩了这死亡魔魂的两个层次。 轰轰轰, 看似是这死亡魔魂的四只魔爪偷袭, 然而, 当他拍入小幽的幽怜魔火的法向瞬间, 在他的每一个魔爪的周围, 立刻诞生一个诡异的幽怜火焰漩涡。 幽幽漩涡沙, 纳上万柄魔袭剑器, 瞬间分化成为四股, 快速地融入到这幽幽漩涡沙里。 时间解锁, 仿佛静止了下来, 这死亡魔魂的魔爪上, 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领甲。 这领甲非常的坚固, 竟然如同盾牌般, 能够抵挡得下魔袭剑器的连番攻击。 厉害, 唐明阳看直了眼, 这场战斗, 还无疑问乃是小幽占据绝对的压倒式上风。 他本来以为小幽的魔袭剑器会轻易地斩杀这头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了。 可没想到, 这死亡魔魂的浑身领甲, 犹如一件厉害的防御法宝。 吼, 那边的死亡魔魂, 一声怒吼, 他愤怒着想要将那四肢魔爪给收回来。 可是, 这四肢魔爪身陷入悠悠漩涡沙的神通里, 就犹如一个人陷入了沼泽泥潭里, 很艰难的都没有抽得出来。 这头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的灵甲很坚硬。 但是, 逼水穿石, 在小幽的魔袭剑器的连番击杀下, 还是被攻破了很多处的裂缝。 魔袭剑器从这些裂缝里击杀进去, 瞬间就攻入了这头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的体内。 外部灵甲坚硬非常, 内部却是非常的脆弱。 这头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连番的哀嚎。 可最终还是被小幽的魔袭剑器给斩杀掉。 斩杀, 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悠悠, 这小家伙很是得意, 立刻飞到唐明阳面前来邀功。 做得不错, 唐明阳摸摸这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 以示嘉奖。 从这可以看得出, 小幽已经具备了斩杀弱小些的盗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的本事了。 当然了, 唐明阳还无法自大到他能够击杀盗之第五步的修士。 毕竟, 死亡魔魂和修士, 乃是两种层次的。 死亡魔魂不会神通绝学, 不懂得运用法宝, 关键时候不懂得逃跑, 但是修士则不同, 他们懂得厉害的神通绝学, 有些道之第五步的强者, 甚至神通绝学入籍了, 他们还有厉害的法宝, 根本就不会想着死亡魔魂那样, 在处于弱势的时候, 还一股脑地跟小幽来对碰, 他们的速度更是唐明阳所不能及的。 当然了, 唐明阳也不是好惹的, 现在, 小幽单打独斗都能够斩杀一头道之第五步的死亡魔魂。 若是这个小家伙跟他合体, 再喝上酒气, 最后加持上小翘的大招, 那又将是何等的威能。 再说了, 在用不久, 这个小家伙的至高见到即将天干地之大圆满。 当天干地之大圆满后, 他又能够再进一步地练化这个魔瓶, 道之第五步的修士, 我未尝不可一战。 唐明阳想到这里, 他也站一腾腾起来。 当然了, 他是指那些最弱小的道之第五步的修士。 赤了福一去, 唐明阳对周围的死亡魔魂, 再度清理一番, 这才离开这里。 他朝着天子魔湖飞去, 此番, 三千年, 他获得了闭关修行的时间, 当然了, 他也得知了全炎子被封印之地的秘密。 至于全炎子跟天子魔湖的恩怨, 唐明阳如今的实力, 哪里敢去招惹? 我们走吧, 唐明阳最后看一眼全炎子被封印的那的湖泊, 他的目光收起最后一丝的不舍。 毕竟, 那里可是有十颗英国法则到果的啊。 他若是全部练化, 只怕英国法则天干地之大圆满, 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不到两年的时间, 唐明阳再度回到天子魔湖, 远远看去, 浩浩荡荡的死亡魔魂大军, 正在一波波地攻打这里。 然而, 毫不意外, 都被天子魔湖的外层能量防御召给击杀。 哪怕是那些到之地五步的死亡魔魂, 也都会被瞬间地秒杀。 唐明阳拿出任务权杖, 很快就被带到任务大殿里去。 他通知了丽玄紫玉, 丽玄亲见两姐妹。 咦, 三千年不见, 修有的气息越发的不可测了。 丽玄紫玉看向唐明阳, 她的眸子里闪身过一丝惊讶, 很快这一丝的惊讶就转变成为亥然。 有点小突破, 唐明阳谦虚地说道, 他这里, 哪里是有点小突破, 上交了任务权杖, 确认无误后, 唐明阳获得了一枚天子魔湖的外湖权杖, 从此正式成为天子魔湖的一员, 获得了自由出入天子魔湖的外湖资格。 第2037章外湖, 内湖, 天子魔湖有很多的规矩, 都记载在唐明阳的外湖权杖里。 唐明阳将这个权杖给练化, 对于理念的规矩全都了然于心。 天子魔湖有外湖和内湖之分, 外湖, 专门给那些通过考核, 加入天子魔湖的修士, 在这里构建洞府的。 内湖, 则是天子宗的区域, 只有成为天子宗的弟子, 才有资格进入内湖。 丽玄紫玉, 丽玄清建都是天子宗的内门弟子, 那个刁南唐明阳的罗诺基, 他也是天子宗的内门弟子。 在天子魔湖的外湖成员, 平时没有什么约束, 只是互相之间, 禁止杀戮。 不过, 在末世魔戒的时候, 要听从调遣, 执行些支援镇守任务。 就有, 如今正直灭世魔戒, 如果你不考核成为天子魔湖的外门弟子, 那么你很快就会被争调去执行镇守支援任务的。 丽玄紫玉提醒着说道, 好, 我这就去考核成为外门弟子。 唐明阳说道, 成为外门弟子, 才会获得一定的自由度。 当然了, 以唐明阳如今的实力, 成为内门弟子都并无难事。 他随着丽玄紫玉, 来到了考核地, 主持考核的修士, 也是内门弟子, 还跟丽玄紫玉有些交情。 所以, 唐明阳很顺利地就通过了对他来说本来就轻而易举的外门弟子考核。 不过, 外门弟子考核成为内门弟子, 乃是万年一次。 距离下次考核也非常的临近了, 在八百年后, 唐明阳跟丽玄紫玉、 丽玄清剑取他们的洞府做客一番。 通过了解, 唐明阳大概知道了这天子宗的组成。 天子宗, 宗主乃是天子老人, 导致第六部的强者。 之下, 乃是九大子格长老, 都是到之第五部巅峰级别的无上任务。 九大子格长老下面, 则分为十八胡, 每一位胡的胡主, 也都是到之第五部后期及其巅峰级别的人物。 十八胡, 就相当于天子宗的十八个分支, 互相独立。 各自胡主之下, 又各设立不同的部门和职位, 受徒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外门弟子, 乃是天子宗整体的外门弟子。 要想进阶成为内门弟子, 那么就要选择对应的十八胡中的一个, 来参加考核。 十八胡里, 各自的考核内容, 也不尽相同。 丽玄紫玉、丽玄清剑属于第十一胡, 万春胡。 胡主叫做轩春胡主, 一位到之第五部后期的强大人物。 万春胡内, 有四大长老, 皆是到之第五部人物。 丽玄紫玉、丽玄清剑姐妹, 则败在第四长老, 恭天律的门下。 按照丽玄紫玉、丽玄清剑的意思, 他们当然也想唐明阳败在他们师尊的门下, 跟他们成为同门师姐弟了。 毕竟, 十八胡之间, 各有竞争排名, 而在各胡之间, 各自内部, 也都有竞争了。 如果他们的师尊恭天律, 能够收到唐明阳这样一位三种至高法则成圣道的徒儿, 定然是非常欢喜的。 两位师姐放心, 届时我定然会去参加万春胡的内门考核。 若是侥幸通过考核, 定然也会去败在恭天律前辈的门下的。 唐明阳说道, 其实, 对他来说, 败在谁的门下都无所谓了。 他也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无上魔界, 所以,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一旦他找到了离开无上魔界的办法, 那么他就毫不犹豫地离开这里。 告辞了力玄子玉, 力玄清剑两姐妹, 唐明阳回到了划分给他的狐狱里。 在这狐狱, 他需要自行开辟洞府, 而且开辟洞府的范围, 不能超过天子魔狐给他划定的范围。 从今往后, 这片狐狱, 就是属于唐明阳的地盘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让他小悠来开辟狐狱。 小翘和小低也兴致盎然, 大声嚷嚷, 我先布置周边阵势, 你们三个小家伙, 布置内部洞府的阵法吧。 唐明阳笑道, 他也不服了这三个小家伙的兴致, 还挨个摸摸他们的小脑袋。 他运转法掘, 随着盛念移动, 虚空之中, 漠然之间, 出现了一副星辰景象。 星辰里, 流星滑落, 落入这片湖域里。 水波激荡, 一座星辰岛屿, 慢慢地出现在这片水域的中央。 唐明阳站在这座星辰岛屿的中央, 在他的周围, 山川湖国, 亭台楼阁, 慢慢地浮现出来。 这只是表现, 唐明阳在以这星辰岛屿为中心, 构建一个秘境。 平时, 他则呆在秘境里修行, 而这个星辰岛屿上的亭台楼阁, 则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果然, 随着唐明阳在这里开辟洞府没有多久, 在临近水域开辟洞府的修士, 纷纷来拜访。 有些是简单来礼貌地打声招呼, 有些是来结交的, 有些是来打探唐明阳的资讯的。 刚开始, 唐明阳还礼貌地接待, 而有些人, 看到唐明阳修为境界只有圣主,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仗着自己的境界把唐明阳高, 还非常的傲慢。 可是, 渐渐地, 周围水域的外门弟子们, 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发现, 很多个大湖的有身份和名气的内门弟子, 接前来拜访唐明阳。 他们开始震惊起来, 要知道, 这些有名气的内门弟子, 平时都是他们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来巴结的人物啊。 此刻, 怎么可能来拜见唐明阳这位, 刚刚加入外门没有多久的圣主小子? 难不成, 这个小子大有来头不成, 渐渐地, 他们海然发现, 当那些有名气的内门弟子多次频繁地来拜访唐明阳的时候, 这唐明阳竟然开始玩起了闭关谢客, 将这些有名气的内门弟子都阻挡在外。 天啊, 他们发现这一幕后, 只觉得呼吸都要窒息了。 要知道, 这些有名气的内门弟子, 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道之第四步的强者? 他们都是天子宗的中间力量, 这得罪一两个还好, 这得罪这么多, 难道这阳明阳不想要在天子宗里混了麻? 果然, 没过多久, 那些被唐明阳具之门外的有名气的内门弟子, 心生不满。 他们的心生不满, 扩展到他们的朋友里, 然后再进一步地扩展到那些想要巴结他们的外门弟子里。 很快, 整个外门弟子里, 也都流传开了。 谁都知道, 这阳明阳, 从今往后, 乃是一个煞心, 他得罪了很多人, 很多有名气的内门弟子, 都想要教训他。 第2038章天干地之中大圆满, 三种至高法则成圣道, 而且还是时间, 因果, 轮回这三种排名靠前的法则, 并且在圣主之境, 就永远更厉害地道之第四部的强者较量的实力。 唐明阳加入天子魔湖, 他的情报资讯, 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各大湖的湖主长老的耳朵里。 十八湖内, 各有竞争, 虽然大家都知道, 唐明阳乃是力悬紫玉, 力悬清剑引进门的,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们去争抢这个爵士天才啊。 那些道之第五部的湖主长老们, 当然不会放得下身段, 亲自来到唐明阳的洞府里, 提出要守唐明阳为徒了。 这也不合规矩, 再加上, 他们亲自降临, 若是唐明阳拒绝了, 那多没有面子啊。 所以, 这些湖主长老们, 只能够派门下的弟子去接触唐明阳, 表达他们想要收唐明阳为徒弟的意思。 有些, 还寻诺下了种种诱人的条件, 一开始, 唐明阳对于这些带着各自长辈意思来的内门弟子, 还礼貌接待, 委婉拒绝。 可是, 他渐渐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 哪怕他拒绝了, 那些内门弟子还三番两次来拜访。 有些心高气傲的内门弟子, 被拒绝多了, 就心里有气, 有时候还会对唐明阳言语威胁。 一年365天, 如果一个内门弟子来拜访, 唐明阳需要花几个时辰来接待, 他一天, 大概也就能够接待两三拨的拜访人。 可是, 十八湖里, 几百拨人来拜访他, 他挨个接待一次, 都要花上近一年的时间。 而且, 那些家伙, 隔三差五的, 又来拜访。 唐明阳哪里还有时间来修行, 若是用分身来接待, 又会被这些人看作是他唐明阳的心高气傲, 礼数不周, 更会得罪人。 唐明阳还好, 他是海里的小悠, 早就非常的愤怒了。 看到小悠老大愤怒, 小迪这个根屁虫也跟着愤怒, 一天到晚嚷嚷着要教训那些人。 所以, 逼不得已之下, 唐明阳直接挑明了, 说他想要去加入万春湖, 并且直接要拜在公天律前辈的门下。 即便是如此明确的表态, 还是有些人来打扰。 虽然人数减少了, 可是隔三差五的, 又有人来拜访, 打断唐明阳的修行, 这也不是个事情。 所以, 唐明阳干脆就来一个闭关谢客了。 闭关谢客, 得罪了不少的人, 可唐明阳也懒得理会这么多了, 他相信, 无论在什么时候, 在哪个地方, 都是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的。 如果他实力强大了, 那些对他心怀不满的人, 自然不敢再对他如何, 反而见到他后, 还需要恭恭敬敬的。 好了, 这回没有人来打扰了, 唐明阳长叔一口气,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 他说那些家伙敢来打扰唐明阳老大修行, 就应该让他小悠给他们一点教训, 不许生气了, 至高见到, 在八百年内, 你要给我将地之十二层, 修炼到大圆满。 还有, 将那德摩平的九宫认主符文, 凝聚出来, 若是办不到, 看我怎么惩罚你, 唐明阳摸摸这个气呼呼的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 并且给他定下修行目标, 这个小家伙就是这个样子, 不给他点压力, 他是不会有什么修行动力的。 悠悠, 果然, 这个小家伙一听, 立刻大声嚷嚷, 他说他小悠一定会办得到的, 说完, 他不用唐明阳老大提醒, 就赶快进入闭关修行的状态里。 唐明阳很是满意, 他也给小翘定下修行目标, 小翘很快也跑去修行了。 滴滴, 看到两位老大都领了修行任务, 而且也跑去闭关修行了, 小滴也很着急, 他娇娇大叫, 说他小滴也要领修行任务。 唐明阳摸了摸他的血滴小脑袋, 只好给他也颁布一个任务。 可是这个小家伙不怎么懂得如何修行, 没有唐明阳的引导, 没过几天, 就在唐明阳的湿海里, 无所事事地游荡着。 三十年后, 小悠的至高见到, 终于达到了天干地之大圆满。 两百年后, 他凝聚出九宫符文, 开始能够掌控这个神秘魔瓶的第二层威能。 至于这第二层威能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唐明阳无法估计, 如果再遇到那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唐明阳相信, 小悠哪怕是不施展神通绝学, 单纯靠他掌控魔席剑气, 也应该很轻易地将那头死亡魔魂给秒杀。 没错, 即使秒杀, 阴阳五行, 天干地之之上, 乃是法则的九宫变化。 参悟九宫变化, 乃是真道进第二部强者们的修行。 哪怕是小悠如此天赋资质, 在有着魔瓶剑气的引导修行, 他的参悟速度也变得很慢。 所以, 唐明阳在重新给他颁布新的修行任务, 那就是让他全力参悟时间法则。 如今, 小悠的至高剑道, 至高火道, 都已经天干地之大圆满。 而至高时间法则上, 还处于天干之境, 一旦时间法则也天干地之大圆满, 那么这个小家伙, 可以正式地踏入真道境了。 八百年的时间, 一晃而过, 唐明阳也停止了修行, 因为几个月后, 就是那门弟子的考核了。 在这八百年里, 唐明阳注意集中精力参悟至高因果法则, 他的收获也非常的大, 已经达到了天干时重中的第六重。 至于, 至高时间至高轮回法则, 他只是分出一部分的精力, 进步很慢。 小翘在这八百年里, 进步很稳定, 这个小家伙不像小悠那么调皮, 也不想小迪那样的什么都不懂。 再加上, 小翘本身, 就具备着一股无比神秘的传承, 至今唐明阳还弄不懂呢。 小D呢, 还是老样子, 反正唐明阳也不要去这个小家伙实力如何的强大了, 他的作用在于战斗里提供源源不断的本源。 他的修为境界高一点, 第一点, 都无所谓了。 而小悠呢, 至高时间法则虽然很难参悟, 但是在这个小家伙恐怖的天赋悟性之下, 再加上有混元阵印的引导, 他的至高时间法则, 已经参悟到天干第九重了。 还差一点, 即将天干大圆满, 至于他如今的实力到底如何, 那要占过才知道了, 第2039章深不可测, 唐明阳摸摸小悠的火焰小脑袋, 这个小家伙很是享受, 乖乖呆在唐明阳的掌心里, 享受着唐明阳的抚摸。 悠悠, 他才安静了一会儿, 就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要教训所有他小悠看不顺眼的家伙。 好好好, 你想怎么教训都行, 唐明阳笑道, 现在的小悠, 再度成为他最强的攻击手段了。 就在这时候, 丽玄紫玉丽玄清剑姐妹前来拜访。 悠悠, 小悠很是看这两姐妹不顺眼。 他大声嚷嚷着, 要去教训教训这两姐妹一顿。 不可, 他们姐妹算是我的朋友。 唐明阳在这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上, 敲打一下, 示意他不可鲁莽。 小家伙挨了教训, 督着嘴, 从唐明阳的手掌心里溜了出来, 小低和小翘立刻飞过去。 唐明阳将这三个小家伙收回世海, 这才整理了一下洞府, 将在外面求见的丽玄紫玉丽玄清剑姐妹赢了进来。 杨明唐修有, 我和妹妹冒昧来访, 还请不要见怪。 丽玄紫玉客气着说道, 她同时暗自地观察着唐明阳, 只觉得如今的唐明阳, 越发地深不可测了。 境界归境界, 法则归法则, 境界高, 并不代表着法则参悟的也高。 空有境界而没有法则, 不过是假道境而已。 在至高法则的参悟上, 唐明阳反而比丽玄紫玉、 丽玄清剑这样的道之第四步的假道境, 高深得很多。 所以, 他们才会对眼前的唐明阳, 有一种越发地难以看得透的感觉。 万年一度的外门考核, 即将开始了, 我也正好要出关去找两位修友呢。 没想到, 两位修友确实来了, 唐明阳笑着说道, 杨明唐修友, 你真的要拜入我师父公天律的门下吗? 丽玄清剑倒是没有姐姐丽玄紫玉这么多的城府, 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当然了, 丽玄清剑修友, 为何如此疑问? 唐明阳反问道, 天子模糊的十八湖, 万春湖只排名十一, 而我师父也只是万春湖里的第四长老, 并非最厉害的。 这八百年里, 这么多比我师尊厉害, 全是这么大的前辈, 都向你抛出橄榄枝, 想要收你为徒。 我就担心, 如果你想拜入其他前辈的门下, 那么我们姐妹也好有心理准备, 同时我师尊那边, 也并不会因此而恼你。 丽玄清剑将她心里的疑惑, 一股脑袋都说出来, 原来如此, 那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你们吧, 我唐明阳既然答应了跟你们伴入同一个师门, 那么我就不会反悔的。 唐明阳说道, 丽玄子欲瞪了鲁莽的妹妹一眼, 她说道, 杨明唐修友, 在这件事情上, 事关你的虔诚, 你大可不必看在我们姐妹的情面上, 而去勉强自己了。 我并没有勉强自己, 唐明阳笑道, 好, 杨明唐师弟, 我师父说了, 如果你真的打算加入他的门下, 那么, 考核之时, 他会亲自地来见你, 将你收为徒。 丽玄清剑生怕唐明阳反悔, 这已经叫上了师弟。 是, 清剑师姐, 唐明阳说道, 既然公天律都私下答应收徒了, 那么接下来的内门考核, 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几个月的时间, 一晃而过, 外门考核开始了, 18胡, 各胡分各自的考核规矩, 实力强大的胡, 人数众多, 收弟子的条件自然高, 而考核的难度也自然的非常的困难。 而实力弱的胡, 人数相对少, 收弟子的条件自然也就相应的低, 而考核难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 万春胡的考核, 自然也就设立在万春胡了。 来这里考核的外门弟子, 数量只有几万。 相比于排名前五的胡, 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数量, 不能相比。 万春胡排名十一, 实力算是中下, 来这里参加考核的外门弟子, 修为最低都是圣主, 最高则是道之第三步。 不同修为级别的, 考核内容也不同, 也并非修为越高, 通过考核的几率就越大。 因为各胡收徒的标准虽然不一, 但是, 都注重天赋物性。 修为高者, 未必全部都比修为低者的天赋物性好。 唐明阳来到了万春胡, 这是一个如同镜子般的湖面广场, 圈春胡主的分身降临, 高坐在湖面上空。 两边则是四大长老, 而那一身碧绿衣裙的美貌女子, 就是公天律了。 唐明阳并不用像其他外门弟子那样, 要到下面的湖面广场里等待考核, 他随着力玄子玉力玄清剑, 直接去拜见公天律。 弟子杨明堂, 拜见师父, 唐明阳跟着力玄子玉力玄清剑喊师父, 他瞥了眼这位公天律。 这个公天律, 乃是分身降临, 他乃是道之第五步中期的修为, 参悟的乃是普通的水, 或雷幻四系普通法则, 他并没有参悟至高法则。 至高法则是比普通法则高一个层次, 但是, 至高法则很难参悟, 反倒是普通法则非常的容易参悟和精通。 同层次上, 参悟普通法则的修饰占不过参悟至高法则的修饰。 不过, 普通法则也能够进化成为至高法则, 唐明阳能够从公天律的身上感受得到, 这个人将水、火、雷、幻四系普通法则, 都进化到了至高法则的层次。 这个女人, 很厉害,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她如今虽然有斩杀了道之第五步死亡魔魂的实力, 但是, 在公天律这样的道之第五步强者面前, 她内心还是没有底。 修饰和死亡魔魂, 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悠悠, 小悠感受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这个小家伙很不服气, 她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小悠可不怕这个公天律, 她小悠一定能够打败这个公天律的。 这个小家伙, 自信心狠是膨胀, 不可鲁莽, 唐明阳谈了谈她的火焰小脑袋, 她观察了这公天律一下, 又偷瞄了其他三位长老。 这三位长老的位置能够拍在公天律之上, 显然实力只比公天律强, 不会比公天律弱。 而坐在上面的那位宣春虎主,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这天子模糊, 当真是藏龙卧虎, 实力恐怖非常。 唐明阳的心中, 暗自地警醒着, 第2040章天子暗喻, 唐明阳在暗自地观察着公天律, 公天律也在观察着这位便宜徒儿。 当然了便宜徒儿了, 她知道, 若不是有着力玄子玉, 力玄清剑这层关系, 这个唐明阳根本就不会败在她门下的。 她当然也知道, 唐明阳乃是无上魔界外遇将领的修士, 这并没有什么, 因为这无上魔界里, 本来就有很多修士是从外遇降临的。 天子模糊, 有容乃大, 无论是外遇修士, 还是无上魔界的本土修士, 都以视同仁。 杨明堂,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公天律坐下的第73弟子了。 公天律说道, 是, 唐明阳行礼, 他来的时候, 已经从力玄子玉, 力玄清剑这里, 了解过情况了。 内门弟子也有区别, 他分为普通的内门弟子和真传弟子, 普通内门弟子, 乃是像一般的外门弟子, 考核成为各大胡的弟子。 而真传弟子, 则是有荣幸被各胡的长老, 胡主收归门下的。 力玄子玉是公天律的第71弟子, 力玄清剑乃是第72弟子。 公天律修行无数岁月, 他虽然收了73位弟子, 但是这些弟子在修行途中, 也有很多陨落的。 其中, 还在人世的, 包括刚刚新收进门的唐明阳, 也就只有十位而已。 唐明阳接过公天律手中飞射而来的身份权杖, 他将其练化, 顿时明白了万春湖以及整个天子模湖的各种规矩, 各湖的湖主、长老等人物。 他跟力玄子玉、力玄清剑站在公天律的身后。 在公天律的身后, 还站着七位弟子, 修为都是道之第四部。 这七个人, 都是以分身降临, 就是公天律七十三位弟子中, 还健在的另外七人了。 参见诸位师兄师姐, 唐明阳一一跟他们打招呼, 同为道之第四部, 这些人的修为实力, 全都在力玄子玉、力玄清剑两姐妹之上。 对于唐明阳的打招呼, 这些人里, 有的热情, 有的冷漠。 很显然, 修行意图, 路漫漫其修远兮, 并非谁参悟的至高法则多, 谁就能够走得远的。 相反的, 有时候至高法则修炼得多了, 并非是一件好事。 像公天律这般的, 他没有修炼至高法则, 他只是参悟普通法则, 到最后, 还不是照样达到了让人仰望的道之第五部。 所以, 虽然很多胡主长老, 都争相地想要收唐明阳为徒, 但是, 很多的真传弟子的眼中, 他们对唐明阳乃是抱着一种很不屑的姿态的。 他们认为唐明阳虽然三种至高法则成圣道, 如今实力也可以媲美道之第四部。 但是, 要想再往上进步, 千难万难, 将来的成就也非常地有限, 不足为惧。 其他三位长老的背后, 也都站着一众的真传弟子。 数量有多有少, 不过, 最少的也有几十人, 看来, 四大长老里, 公天律的徒儿算是最少的了。 唐明阳瞥向宣春湖主那边, 他发现宣春湖主的身边, 只站着四位徒弟。 不知怎么的, 他看着这四位徒弟, 总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甚至, 他内心有一种预感, 哪怕是他斩杀过的那头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也都没有这宣春湖主的四位徒弟危险。 看来, 我能斩杀道之第五部的死亡魔魂, 一些道之第四部强者, 也应该能够做得到。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惊醒着, 他不应该直接以境界来评判一个人的实力, 境界高, 但是对于法则参悟很低, 这样的人, 当然不足为惧。 而一个人境界低, 但是参悟的法则很高深, 这样的人, 相反更可怕。 一个道之第四部却将各系法则都参悟到天干地之大圆满的修士, 未必就比一位道之第五部的修士却法则参悟很低的修士弱了。 在唐明阳的感知里, 这宣春湖主的四位徒弟, 他们的法则参悟就非常的高。 万春湖的万门弟子考核, 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才结束。 最后, 只有十个人能够进入万春湖成为内门弟子。 然而这十个人里, 一个都没有资格, 能够让四位长老和湖主收为真传弟子。 唐明阳拜别宫天律, 就道, 只能够自己走, 很多时候, 拜师, 拜得只是一份师徒之情。 道不同, 能够指导得很有限, 唐明阳跟随着丽玄子玉、 丽玄清剑, 来到了宫天律所管辖的一片海域, 重新开辟了洞府。 洞府开辟成功后, 丽玄子玉、丽玄清剑跟他闲聊几句后, 也就告别了。 唐明阳盘膝而坐在洞府的秘境中, 小幽、 小翘和小低, 这三个小家伙从唐明阳的室海里溜了出来, 在唐明阳的身边追逐大闹。 我们到天子安御去走走, 唐明阳说道, 示意这三个小家伙, 赶快回到他的室海里。 任何一个地方, 有光芒照耀的地方, 就会有影子。 天子安御, 就相当于世俗里的黑市, 一些天子模糊静止的东西, 也都可以在天子安御里得到。 对于天子安御, 天子宗乃是默许其开放的。 甚至, 有多人都有一种猜测, 认为天子安御的背后势力, 就是天子宗。 赌不如书, 既然有些东西无法禁止, 那么就进行合理的引导。 唐明阳加入天子模糊, 并非是要在天子模糊里待上一辈子, 他是要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 正常途径, 显然无法查得到, 这天子安御里, 或许可以收集得到些资讯。 天子模糊很大, 它的湖水里, 不知道有多少的暗流和漩涡。 天子安御的入口, 就建立在某片水域的暗流和漩涡之中。 唐明阳派分身前去, 它的分身先是掩盖了自身的气息, 它飞到这片水域里。 可是要进入天子安御, 这时候, 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响起, 这个声音, 毫无生机, 倒是像一个傀儡之音, 可去带着恐怖的道之第五步的气息。 唐明阳内心一领, 一个道之第五步的来看门, 这天子安御的背后势力, 果然不同凡响。 是的, 唐明阳点点头, 近来, 在这苍老声音落下的时候, 一个漩涡突然在唐明阳的面前凝聚而出, 然后诡异地形成一个入口。 我们仍然是在这 кажешь点, nio像是在语言说的。 感谢观看